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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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文化科技系列講座 以及文倩世界中保的直播 我是袁孝瑋 也是台大的國際長 也是今天的主持人 文倩姐是我的好姐姐 那她為什麼今天會答應來演講呢 她跟我講說只要她活過了下飛 我就可以再請她過來台大做演講 所以她如約來到我們台大繼續給她做演講 這個演講系列是由台大系統文化基金會主辦 台灣大學系統 台灣大學教務處協辦 那原來的文倩姐說要答應講的題目叫做 你還記得烏克蘭戰爭嗎 如果台灣是第二個烏克蘭 結果後來以她戰爭開始後呢 兩個禮拜以前文倩姐就說我們改題目了 我們改成為什麼戰爭離我們越來越近 我們只有一個台灣 所以這樣子的戰爭的發生 以及對台灣的影響 對世界的影響 我想我不必多介紹文倩姐 我也不必多介紹這個題目 我們就把外地公文章給文倩姐 謝謝您 謝謝您 我今天的題目是為什麼我們離戰爭越來越近 有人說你為什麼要講這麼沉重的題目 下面一句話說她不受歡迎 你就是很盲目 逃避 你們看問題 其實我先講一下我們是什麼 我們包括了這個世界也包括了台灣 以世界而論 二十一世紀一開始的時刻 有九一世間 可是九一世間攻擊的是美國的一個城市 兩棟主要的建築 以及影響了附近的一些建築 死亡的人數達三千多人左右 在過去我們談戰爭的時候 二次世界大戰總體死亡的人數是 六百萬人 如果不是那麼多人的死亡 我們不會有1945年之後 很長一段時間的和平時代 即使在冷戰的時候 美蘇都擁有了核子武器 你遇到一個瘋子怎麼辦 何況也不只是美蘇 還有Pakistan 還有India 後來還有China 全世界擁有核武的國家 法國也是 都沒有人使用 Because we learn 因為我們從二次世界大戰 學到了這個經驗 可是人類一定會從戰爭學到經驗嗎 並不一定 一次世界大戰 你們很多是台大的學生 一次世界大戰1915年開始 哪一年結束啊 哪一年結束 1919 然後呢 1918年底 然後最近就是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刻 所以那個時候 你現在如果碰到歐洲的一些重要的外交官員 在台灣的或是在歐洲的 他們身上都會戴一個紅色的一個Pink 就是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 那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歷史學家的研究 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也是人類第一個死亡人數最多的 他死亡的人呢 大概是1 million 所以說起來他死亡的人 可能沒有二次世界大戰 來這麼大 那他跟亞洲 關係也不大 跟美國更沒有 所以美國的總統 前總統川普 他有一年 2018年 他跑去參加 NATO違約組織的峰會完 把大家都教訓完 然後就去看了那個一次世界大戰 美國的士兵 埋葬在歐洲的墓地 他不是向他們致敬 他這些傻瓜 跑到人家國家裡頭來打仗 幹什麼這麼笨 這就是美國當時 Donald Trump 你覺得他很粗魯嗎 是他在說一個美國長期 立國以來的信仰 那這個立國以來的信仰 一直到二次世界大的時候 才被改變了 那在一次世界大戰 為什麼他受到的研究非常非常多 因為他被稱為叫做 Unfinished War 沒有結束的戰爭 什麼叫Unfinished War呢 因為當時死了太多人 真的打不下去了 所以戰爭就結束了 That's why 死太多人 打不下去了 然後戰爭就結束了 那個時刻呢 當然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們以當時的戰爭回顧來看 都會被歷史書上 一位奧匈帝國的王儲 被塞爾維亞的一位 他們叫做分離恐怖主義者 什麼叫分離恐怖主義者 就是塞爾維亞的台獨主張者啊 我講那麼錯 沒有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奧匈帝國它統治整個 我們現在所了解巴爾干半島 包括潛南斯拉夫所有的國家 他們歷屬不同的宗教 歷屬不同的 你也不能說他們人種 其實他們都長得很帥 也很漂亮 我也不曉得他們為什麼 區分自己彼此到那麼嚴重的程度 就因為宗教的一個差別 那在一次世界大戰那個時刻 整個奧匈帝國它是一個很鬆散的聯盟 在後來的研究裡頭 認為其實這是人類很好的統治模式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很鬆散的聯盟 透過這鬆散的聯盟呢 每一個國家各自去發揮 它自己本身的特色 然後我們合組一個奧匈聯盟 這樣一個大帝國這樣子 OK 因此這裡就沒有戰爭了 可是有一個概念崛起了 and root it 到今天為止都在你們的腦袋裡頭 而且你把它當成最神聖 叫做Nation State 民族國家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要有台灣人自己的國家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要站起來 我們是美國人 我們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哪一句話不是Nation State 它到今天 It's still so powerful 我念起來的時候也真的很像街頭演說這樣 應該重新回去重操就業一下這樣 因為這樣會使別人都覺得我是正義之士 actually 我是一個killer 我是一個殺人犯 因為Nation State這個概念 是在全世界殺掉最多人的一種概念 它跟民主政治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們那麼容易 被一個國旗 不好意思啊 你們在現場可能有些人 會覺得我很冒犯你們 被一個國旗 從美學角度來講 我們國旗長得那麼難看 你們幹嘛看到他就哭啊 那是陸浩東設計的 從我自己作為一個 對美學朋友素養的人來講 他真醜啊 然後我看每個國家的國旗 都不怎麼好看 然後每次生起來 大家都在流眼淚 都有病 其實那就是 然後美國更好笑 你知道嗎 美國美中貿易衝突 然後被打出來 美國大多數的國旗 都是made in China 那個布也是made in China 印刷也made in China 然後呢也是中國的工人 把它給縫上去的 然後在那邊咬咬咬 美國再次偉大 我要打敗中國這樣子 That's ridiculous 那一次世界大戰呢 我為什麼今天要來講這個題目 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刻 人們覺得從來沒有這麼大的戰爭 因為武器沒有develop到這個程度 所以過去你要殺人啊 能夠殺的人有限 因為就是之前 你看那個清兵 就是這樣射箭 明代的時候也是射箭啊 然後到後來的時候 變成有加農炮 可是到了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個炮彈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都可以叫做諾貝爾獎 OK 好 之後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就有了原子彈 可是一次大戰那個武器的發展 它就使那個整個死亡 人數很多 那基本上呢 我們稱照一次世界大戰 是一個不精確的名稱 有一個歐洲歷史學者說 我們都沒有問過世界有沒有統一這句話 為什麼 那個戰爭根本就只有在歐洲啊 它是一場歐洲戰爭 可是歐洲認為我就是世界 所以就叫世界大戰 聽懂了沒有 OK 好 那場戰爭呢 它打不下去了 就停下來 停下來 德國是戰敗國 當時有個很年輕的經濟學家 叫做凱恩斯 他是在英國政府裡頭上班 然後呢 他就代表談判團隊 就去談一次世界大戰的整個賠償條款 後來他就回來寫 這個男人是太聰明了 他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蕭條 大家使用了他的理論 他變得很有名 可是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其實他更有遠見 所以有遠見的人 是很孤獨的 各位同學 或者是各位今天我們在現場的來賓 或是我們在臉書裡頭直播 YouTube裡頭 所有你現在聽到我這句話的人 請你好好的記住他 所有早一點看到問題的人 也就是我們稱的叫做先知 他都是孤獨的 他常常跟別人的意見 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的思考看得遠 他也看得深入 所以當有一天你發現 你在身邊所有的人 你講出來的話 下面掌聲很多 很受歡迎 那不好意思 你是政治藝人 你不是一個真正了解問題的人 Rudson 一個我們講難聽 也叫做政治的populism 民粹主義者 討好老百姓 可是我覺得當代他更像一個藝人 Entertainer 然後他講出來的話 讓憤怒者找到依托 讓孤獨者 找到他們自己可以歸屬的心 反正呢 那個時候卡恩斯 他去參加第一次去參加 大家的談判條款 他說你對德國要求這種談判 的賠償條款 德國人幾輩子都還不了 他一定會在發動畢爾場戰爭 所以根本不需要後來的大小條 也不需要希特勒 往往很多事情呢 他都註定在那裡 就等待一件事情發生 那件事情就是叫做大蕭條 所以德國的失業率就44% 在那個情況裡頭呢 1925年 當希特勒寫《我的奮鬥》的時候 他們納粹黨比現在的柯文哲民眾黨人還要少 你知道嗎 他的那個黨啊 聽說就十幾個人 有的人說七個人 不可靠 在那個時刻他就是一個暢銷作家 像我們台灣曾經的某一些人 像什麼龍蜜台或什麼人 他就畅銷著賣了一堆書 然後在漢堡就買了幾間公寓 That's Hitler only in 1925 可是一個Great Depression呢 美國那個時候已經是世界經濟中心 他就影響了全世界 尤其是歐洲 那德國本來就已經付出那些錢 通貨膨脹非常嚴重 嚴重到什麼地步 德澳是一樣的 基本上德國跟澳德里是一樣的 澳德里有一個史學家 說描述在那個時刻 他的通貨膨脹在希特勒崛起之前 嚴重到一個在銀行的職員 他工作了一輩子 他的退休金沒有辦法買一杯飲料 就通貨膨脹嚴重到這個程度 那這種事情就會鬧革命啊 所以Hitler就崛起了 So it's not Hitler 不是希特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只是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裡頭出現的一個人物 代表那個時候德國人的恨 然後恨你就要需要對象 於是他們就開始恨猶太人了 那為什麼恨猶太人呢 第一個 基督徒歧視所有的 其他宗教的人 我要先講這句話 因為他是一個one god 所以他反對所有其他的god 接著基督徒掌握了 從十一世紀就掌握了 主要在西方的權利 所以呢他們對於所有的外來移民 都是反對的 都是歧視的 所以基督塞人被他們歧視 這種人也被他歧視 這種人也被他歧視 而且偏偏讓猶太人很聰明啊 又很團結啊 所以你歧視不了他 他還控制你的金融 然後他很會買賣 他們有一種特殊的文化 他們非常的團結 在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有一些猶太的貿易商 軍火商加金融家 還幹了一件事情 住在法國的 住在德國的 住在奧地利的 住在英國的 住在北歐的 請注意我剛講這些人 這些國家彼此是 互相敵對的國家 然後這些國家的猶太人 全部聯合起來 一起哄抬物價 聯合起來一起炒作 整個人家的貨幣 然後把人家的國家搞垮 然後他們賺滿了滿口袋的錢 所以希特勒呢 他就認為 這群人就是trailer 然後他們呢 manipulate 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刻 壟斷了太多德國的輿論 其實跟美國現在很像 你在美國現在看什麼重要的人 幾乎一眼看過去都是猶太人 可是猶太人其實是比較低層的人 在美國又是被歧視的 可是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人有猶太人 那個人有猶太人 希拉人也有猶太人 這個Greenspan的老婆也是猶太人 搞過來搞過去 都跟猶太人有若干關係 當時呢 這些猶太人的情況在德國 也是差不多這個狀況 所以希特勒呢 就找他們開刀 當時 丘吉爾曾經差點見了希特勒 在他還沒有得到英國首相的權力之前 他就告訴他們中間一個特使 這個特使呢 基本上是 剛開始是自己跑來找邱吉爾 邱吉爾是旅遊的 然後他很會彈鋼琴 然後他就彈了好多曲子 都是邱吉爾喜歡的 而且包括英國的民謠 還覺得奇怪 一個德國人怎麼會彈這個東西 聰明的邱吉爾 就立刻猜到這個人是特務 刻意來靠近他的 然後就直接問他 他就說了 他說我是希望安排你跟我們的領袖 見面一下 所以他本來要見邱吉爾 邱吉爾本來要見希特勒 就在見之前幾個小時 邱吉爾希望他告訴希特勒 他真正的看法 使得大家見面衝突 他說如果你因為一次世界大戰 猶太部分金融家跟這些貿易商 做這些事情 你就法辦那幾個人 你不可以針對一個種族跟一個族群 因為一個人的DNA 跟他的出生是不能決定的 就好像我們台灣在談228 你就去把那個時候 因為228屠殺 比如說陳怡 比如說他怎麼樣給蔣介石電報 然後比如說蔣介石是否派了21師 21師是什麼人 然後我們到現在也不知道21師是什麼人 然後我們就認為所有的外省人都要負責 問題外省很多人1949年以後才來 他們跟228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現在連外省聽到228都很害怕 都自己覺得好像我也是兇手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種族這個概念 是這個世界裡頭很可怕的概念 它是一種集體的 它是一個collective 我們講英文 它是一個集體的暴力 它把某一群人呢 跟個人主義完全是對立的 跟民主政治也是對立的概念 所以一個崇尚民族主義的國家 不可能是民主政治的國家 我再講一次喔 一個把民族主義當成政治中心的國家 它就不可能是民主政治的國家 因為它不允許你思考嘛 它不允許你個人有你的主張嘛 它把你們都變成一個集體的一個品種而已這樣子 然後我們是一個集體的品種 所以以色列現在有20%的人是反對 那坦雅胡這樣長嘎傻的 他們就被罵叫做什麼 叛徒 他不可以有自己的思考的 可是只要離開以色列 還要離開那個鬼美國 所有的人都知道 現在以色列在嘎傻陣行的就是一場大屠殺 可是這個常識你不可以在以色列講 你也甚至不太可以在美國講 我的美國舅舅 因為他做生意的對象很多猶太人 他剛開始跟他們吵架 他就被吵了 然後他看我的節目 他通常很愛看 因為在美國嘛 他也無聊 他說看一些什麼大陸連續劇 一會兒愛上這個女的女明星 一會兒愛上那個女的明星 之外他就是看我的節目 那看我的節目看完了以後呢 他看了兩集就說 你不要再做嘎傻了 連我都不想看 我說我告訴你們 只有你們美國人 如此沒有正義感 全世界都已經在反省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跟大家談 為什麼是這個題目呢 你們其實沒有從一個歷史的眾生來看 一次世界大戰 我說它是一個unfinished war 是一個沒有結束的戰爭 他留了一個尾巴 他只是因為打不下去了 然後他要德國的賠償太多錢 所以必然會有二次世界大戰出現 只是when how and who 是不是這樣 好 最後我們都知道答案 when 就是depression來了 然後搞到每一個國家 市率都很高 how就是各個國家極端主義都崛起 尤其是德國 因為他就是戰敗這個國家 被預言的 然後who就是hitler 就起來了 然後接著呢 他1931年 就從1925年 只是一個暢銷作家 1931年 他就變成第二大黨 他就馬上變成明年的柯文哲 就變成第二大黨 這樣子 OK好 然後呢他很會動盡 就搞到人家 他們是內閣國家 用微碼憲法 就組閣組不成 就沒辦法 新登堡 就用他做了總理 所以1931年 他就當上總理了 你們幹嘛聽到柯文哲就笑啊 奇怪 愛他 我跟你講要愛愛 長得好看一點的男人 OK好 我們到這種年齡啊 分不清誰是好人壞人 而且呢 我都看那個搞政治的人 我自己以前在政治圈子裡頭那麼久 我說這已經搞到三流詐騙技術去了 所以呢 既然都是詐騙集團 就長一個好看的騙子 同我意思吧 還來講 在二十四世界大戰的時候 這個Who Hitler出現了 那我們現在呢 有沒有想過 就是因為二十四世界大戰那個痛 痛到一個程度 我們會有現在的和平 在一次跟二十四世界大戰的過程當中 沒有歷史學家 除了凱恩斯 因為他是學經濟的 他參與了談判 他看到了德國的問題 而且知道德國這個國家是非常強的 他很快就會起來 所以 他預言了 其他人都沒有看到 那我自己本身受的 歷史哲學的訓練呢 是年間學派 年間學派的始祖呢 叫Block 我們那個學派的人呢 把我訓練成 今天變成一個 我不敢說我是先知 但這樣是一個孤獨的人 第一 我們那個學派的人呢 就會告訴你 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捏造的 我們國父沒有捏造民族主義嗎 他尊中山辛亥革命 他的口號叫什麼 驱逐達魯 下面是什麼 恢復中華 請問你這不是種族主義 這是什麼 那滿洲人是嗎 不是嘛 對不對 滿洲人叫達魯啊 他們還有很多魯啊 其他人他也不算數 贏了以後就 五族共和啊 聽懂沒有 這就是民族主義 我不是為了罵孫中山 但你們對這個更最熟 也背的最好 腦袋也被洗腦壞掉了 所以我就講出來給大家聽 通通都一樣 美國現在的危機是什麼 白人的危機 請問你不是美國的危機啊 It's the crisis of the white people 為什麼 他說我們白人現在只剩60% 這60%不包括猶太人 美國的人口統計裡頭 猶太人是另外一種人類啊 是一個種族 另外一個種族 所以就60%的白人 文尼瑞亞那些好漂亮的白人 像Marie Carey他們這種人 通通也都不算啊 他說我們這60%的白人 我們生了小孩那麼小 所以他講的不是亞洲 也不是黑人這些有色人種 黑人大概在美國的比例是12% 黃種人大概也是11% 所以加起來才23% 那剩下來的60加23% 87%那17是誰 就是他們不承認的白人 其實就是白人 但他不承認他是白人 懂我意思吧 那美國的現在的危機叫做白人的危機 一樣就是種族 為什麼 因為白人應該是 他可以control 他控制這個國家 控制這個國家 一切的所有的權力機構 and I can share you some cup of Coca-Cola maybe 我待會兒要喝一口 我可以跟你分一點 可口可樂 我可以跟你分這個分那個 然後人們就覺得我叫做自由女神 這樣子 然後我很歡迎各種不同的移民 但你不可以威脅 我的核心利益跟我的工作 所以美國也在19世紀的時候 有好幾度的排移民的運動 第一波排的不是別人 是天主教徒 艾爾蘭人 因為艾爾蘭發生的鼠疫 很多難民就被騙 那我們現在所看到人蛇集團很可怕的故事 就是艾爾蘭人 然後他們就被騙 做船船船 那個船的環境壞到 到加拿大整船的人都死光了 死兩三千人 然後他們後來在美國下來 第一站是Boston 那Boston為什麼 因為它是造船船的重鎮 艾爾蘭在那個地方白了 他的工資很低 他們很窮 所以呢 白人就很生氣 因為你拿走了我的工作 就說他們根本就是一群老鼠 他是這樣撐他們 所以艾爾蘭是 老鼠 後來慢慢接受了 還沒有接受多久 所以我常講說 如果不是電視發明 艾爾蘭人在美國根本出不老頭 艾爾蘭人呢 男人跟女人呢 也把美國跟英國都整垮了 整慘了 不是整垮了 美國有兩個風流的總統 都是Irish American 一個叫Kennedy 一個叫Clinton這樣子 OK 可是呢 那個時刻呢 Kennedy要競選的時候 如果是Radio 而不是Television被發明 就是電視如果沒有被發明的話 在廣播裡頭 他跟Nixon兩個人 你跟他兩個人別論 他可能是不會當選的 因為為什麼 人們看不到他的外貌 他是艾爾蘭人 最重要他是天主教徒 根本在美國不會當選 可是他太帥了 Lixon說太醜了 太老了 他講話 摸摸摸摸摸摸 他那個樣子 Baby boom young generation And then 他就當選了 OK好 那Clinton也是這樣 我自己曾經在美國看過Clinton一次 那是他卸任 後來他來台灣簽署看一次 他對 所以他還可以打交叨的幾個女生 跟講話 管你是誰 每個人他都放電 這樣OK 這就是Irish man 這樣OK 那 某個程度來說呢 這個艾爾蘭人呢 他們是 你看他們的舞蹈 他們的音樂 什麼都特別的美麗 這是題外話 就是美國的排外 在當時他們很欠缺工人的時候 而且美國有發生幾個自己 我們講的本土性的金融風暴 的時候第一波的移民是Irish 第二波是什麼 華工學類式的華人 為什麼呢 因為Irish人已經變貴了 他們又在經濟危機了 然後東部 東岸 美國的東岸 就發生了很多工廠要倒閉 怎麼辦 我要找工資更便宜的人 我不要這群人了 所以他不是不要岸了 然後美國白人都不要了 於是呢 他們就說 在西岸有一堆來修鐵路的 黃種人 又勤勞 又便宜 又呆 又不會來要錢 就把他們運過來 於是呢 就把他們從西岸 運到了東岸 所以Boston的Chinatown 是全美國第一個東岸的Chinatown 接著才是紐約的 然後到那裡後呢 就開始有了華人在當地了 然後就進去工廠了 那工廠又開始可以運作了 那白人又沒有工作了 於是開始了 叫做黃貨 就是這麼來的 好 那現在呢 又是黃貨 沒什麼 就新的 那這個黃呢 是整個Asia 它持續的時間多久 持續從你們出生之前 你爸媽談戀愛的時候 就是我的年齡 從1980年 那個時候開始 亞洲呢 開始崛起 然後很多美國的工廠 就移到亞洲來 我們亞洲的人呢 台積電叫你上班到10點就10點 聯發科叫你上班 10點到11點 Foxcon叫你加班呢 不要睡覺躺在工廠 你就照常不要睡覺躺在工廠 然後呢 不管是最高科技的 Foxcon這種的 或者是以前的所有的工作 大家加班 證券行幹什麼的 晚上11 12點 常見的是 這就是黃種人 為什麼 他勤勞工作了很大的一個背景 是跟文化有關係的 因為黃種人的工作 他把收入當成他很重要的尊嚴之外 他們是非常farmers loyalty這兩個概念很重要 farmalism就說 他們是為家庭去工作的 我來這裡上班工作 我寄錢回去 我的爸爸媽媽在生病 我要讓他們過好一點的日子去看病 我的小孩呢 我要讓他念比較好的學校 甚至超越我的命運 可以念大學以前是 後來是可以出國 那再過來呢 loyalty是什麼 忠誠度很高 日本尤其是 台灣其實也是 跟日本是最忠誠度高的 所以1997年亞洲軍方風暴發生 日本一件事情 在日本變成一個cultural shock 變成文化的一個很大的一個 shock 怎麼翻譯啊 文化衝擊 這個 她第一個主要是 是她的商社開始裁員 從來沒有過 要不然大多數日本人 是我進一家公司 每天都穿著黑西裝 我爸是半個日本人 然後就白襯衫 一定是黑色的領袋 想要怎麼會有群人 過得這麼無聊 天天都穿黑色的領袋 黑西裝 然後一到那去 他們是非常集體主義式的 就要做早操幹什麼的 然後呢 做完以後就喊口號 然後就開始工作 就是日本人的商社 然後你從 你根本不可能會被資遣的 你就是努力在這個商社一輩子 這個俠舊長就會照顧你一輩子 就是社長就會照顧你一輩子 結果他必須裁員了 所以簡單來講呢 整個我們現在所談的黃禍 是從1970年後期到1980年 1990年 那這個黃禍就是很多工廠都搬到亞洲來 如果我們從世界是平的 像Thomas Freeman最害怕我訪問他 因為他有次叫我訪問他 他以為他透過別人跟我訪問他 問我問什麼問題 我沒有給他 他就決定不要就受我訪問了 我就想問他說如果世界是平的 為什麼不是每一個人的勞動權利是公平的 understand 如果世界是平的 為什麼不是每一個人的勞動權利是公平的 為什麼你們每個人覺得工作一定是你們的 你們做完了才輪到我們 你們不要的工作才是我們要撿 為什麼是這樣 你們不要的污染就搬來我們這裡 好你嫌這個工資太便宜 你就不要就丟到我們這裡來 有一天你突然反悔了 說不好意思 這工作我通通都要回來 所以半導體你要回來 彭基電你要來設廠 這個也要來那個也要來 我就問他的第一個問題是這個 他就很想逃 因為那是他最有名的書 世界是平的 他當時講的是global warming 是講全球暖化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西方有一本書叫西方 憑什麼 這句話不是罵西方喔 這西方的歷史學家寫一本書 他從不達米亞兩河流域開始 他連阿拉伯人都算成是西方人的 他什麼時候把阿拉伯人當西方人啊 他的意思是說從那個時刻開始 我就統治這個世界 我當然憑什麼 我本來就可以統治這個世界 這是他們的mind and soul 在他們的腦袋裡頭很強烈的 非常非常強烈裡頭 很深入他靈魂裡頭的 of course 好像老公回到家 翹著二郎腿 以前的啦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年輕 怎麼進步一點這樣 然後呢就說 老婆吃飯了 稱讚老婆說 你這飯煮的好吃 就是個好丈夫的 OK好 西方就是這種老公角色 OK好吧 我們就是做飯的人 就是亞洲人 就是這種次等的人類 那其實這不是什麼我的發明 人類學家早就研究過 Gender性別跟種族最像 當你不是白人的時候 你就是次等的公民 所以你們這幾個男的 不然以為自己太囂張 你在美國人眼中 你就是他們的老婆 而且長得還不夠好看的老婆 欠缺身材的老婆 我們這些東方女子 還比你們好一點點這樣 OK好 那回來來看呢 一次謝謝大家 而且是我的老師 他們對我的訓練 為什麼把我整個人 就變成一個 要一定註定孤獨的人呢 第一個 Nation state是造假的 大多數都是invented 因為它必須創造出來 因為什麼叫Nation 到底我跟袁孝偉 最近有什麼共同之處 黃皮膚 那我可以跟日本人一樣嗎 是吧 我跟他的毛髮 好像也一樣 也不一樣 OK好 就是為什麼 這個Nation其實最重要 是有一個territory 就是有一個領域 有一塊土地 這塊土地呢 把這一群人圈在一起 於是我們就在裡頭 創造我們的共同記憶 共同文化 共同歷史 共同感情 共同文學 然後我們就變成一個Nation 所以它是在一個 最重要是這個領域裡頭的人 他共同的 第一個是經濟利益 沒關係 他讓他呼 OK 可以睡覺是好事 第一個是共同的政治利益 他保護他共同的經濟利益 然後在下面就有文化認同 歷史認同等等等等 然後就形成一個Nation State 我的老師呢 自己後來呢 還慘死這樣 所以他給我的所有的個人不同的訓練呢 我這樣沒有慘死就不錯了 他不是我的老師 他是我們那個學派的始祖 他這個歷史學派最大的重點是 他不研究什麼唐玄宗啊 什麼殺了誰啊 誰殺了誰 什麼唐太宗殺了什麼人 他不研究這種事情 他認為歷史是屬於people 所以他就會去做當時很多 比如說一些交易的資料 市場裡頭的資料 地政土的很多資料 去重現那個時候的社會史 他這個歷史是屬於people 是屬於人民的 是屬於那個年代人的 OK 那作為一個這種概念者呢 當然他就會非常在乎人道主義 在乎這些想法 然後他就覺得他是個法國人 所以當希特勒入侵到法國的時候 他就選擇變成地下游擊隊 他是一個當時全世界 全歐洲最有名的歷史學家 然後他丟了他的筆 拿起了槍 1944年二次大戰 快要結束的前一年 他被逮到了 跟他一起被槍斃了 有一個十幾歲的小孩 也被抓到了 那小孩就很害怕嘛 因為要被槍斃了 他就拍拍他的肩膀 只是後來的敘述 因為他的歷史地位太高了 是在他的觀念裡頭 在這些人的觀念裡頭 歷史呢 不是屬於精英的 它是屬於所有人的 所以你怎麼會是精英 別人打仗 你憑什麼不打仗 所以他自己就上戰場 然後他就拍拍這個年輕人的肩膀說 不要怕 很快就會過去 他就被槍斃了 那個就叫block OK 那這是年紀學派的始祖 那我先把這opening告訴大家 那個時候他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我現在要開始講下面的題目 他說歷史為什麼出賣了我們 因為經歷過一次世界大戰 他們以為人們已經知道戰爭的可怕 怎麼會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頭 1918年年底 二次世界大戰是1939年 所以就20 years 馬上就在爆發一個二次世界大戰 為什麼 還在問一個問題 所以歷史為什麼是這樣出賣我們 為什麼人對於戰爭 對於這些危險 一點記憶都沒有 你們不要看他 就把他當美好的配音 這樣子OK It's better than bomb 我們現在比Gaza的那種bomb好多了這樣 有一個影片說一個Gaza的小朋友 他爸爸就騙他外面的那個爆炸聲啊 是fire word 是煙火 所以呢叫他只要聽到就叫 耶 煙火來了 他就這樣子 耶 煙火來了 所以你們就把他當成這個聲音就好了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離戰爭又很遠了 離上次的戰爭呢 我們以1950年韓戰來算好了 就73年 那離二次世界大戰來算的話呢 就78年是不是這樣 感覺很久 可是呢 21世紀 阿富汗戰爭 你說多慘烈還好 伊拉克把人家國家打亂七八糟 敘利亞很多的難民 但是真正的戰爭在最近的這種密集程度 是我們看不到的 烏克蘭 他突然不見了 他的總統啊 過去講的沒有一句話我贊成他 我老實跟大家說 因為他是一個應該避戰而沒有避戰的總統 他根本就不應該去申請參加北約組織 因為2008年就已經橙色革命的時候的領導者 就那個天然氣公主他們已經申請過了 當時已經大家都告訴他俄羅斯會打他們 所以法國跟德國就把他投了否決票 然後美國也沒有幫他拉票 國際某個程度就是不讓那個戰爭發生在2008年 然後他為了解決他自己在國內 當時的海外有藏錢 他說我們以前2006年的沉水扁就對了 所以呢 你們對國內政治的興趣太高了啦 不能這樣啊 然後結果呢 他就因為這個情況 聲望大碟 挽救他的聲望 所以一個人聲望大碟 要挽救他的聲望 是那個國家最危險的時刻 所以台海會不會有戰爭危機 應該沒有 只有一個情況有 就是習近平控制不了中國的經濟 而他是一人政府 然後中國經濟垮掉的時刻 或是糟糕到社會開始抗爭 而他鎮壓不住的時刻 那就是你危險的時候 因為他要挽救他的權利 那整個烏克蘭戰爭誰都知道 你只要申請加入NATO 因為NATO是軍事組織 它不是歐盟 然後烏克蘭人民呢 在他的憲法裡頭 是希望既加入歐盟 又加入北約組織 那你就加入歐盟啊 為什麼不加入歐盟呢 因為歐盟的第一個標準就是 不可以貪污 然後他很貪污啊 整個國家都很貪污啊 現在美國很害怕 那個共和黨要調查 到底他們給烏克蘭的 military aid那些 經濟方面的援助 還有軍事援助 錢去了哪裡 可是至少他們開除了國防部的部長 而且好幾個十幾個國防部的官員 為什麼 他們在軍隊裡頭的糧食價格 是烏克蘭外面市場價格的兩倍 就這個國家 不管哪一黨執政 從1991年獨立到今天 就是一個前黨 就是全部都是在貪污的國家 是他最嚴重的問題 可是他現在被忘記了 所以他過去講的所有的話 我從來沒有贊成過 只有今天我贊成 他說因為他發現烏克蘭被忘了 而且美國開始口氣都變了 說烏克蘭已經把我們本來要給你的錢的96%都化光了 然後他看所有的focus 所有的重點都是在以色列 美國的錢準備給以色列 他就接受路透社法文 他說我覺得這個世界應該讓狗來同事 我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小孩 只要跟狗在一起就很快樂 所以狗如果來統治我們這個世界 每個國家都是狗來做總統 可能會好一點 你們贊不贊成 贊成請舉手 我舉手 如果我們明年的選票 現在的候選人加一隻狗 有沒有選誰 我應該當我家的狗的照片給你們看 你就選我家的狗這樣子 OK 我就做代理人這樣子 而且我們家的狗有七隻狗 他們還有很多朋友 我們加起來的成員超過民眾黨 這樣子 OK 可憐的科文哲成為我今天的墊背 但是他使我們發笑 所以我們謝謝他 好不好 請他有肚量的 做總統要肚量 要是競選的人 那為什麼我們會離戰爭越來越近呢 在2023年 Economist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探險的水準很高 後來被日本人買走了 水準就開始一直低下 他給我們做了一個封面 把我氣炸了 他說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冒號後面叫做台灣 這樣台灣這樣子 OK 那這個我曾經在很多場合說過 他當然猜錯了 It's Gaza 還有比Gaza更危險的地方 根本沒有啊 然後他們都說台灣就是下一個烏克蘭 就根本不是沒有下一個烏克蘭 現在是第一個 以色列烏克蘭不見了 Disappear了 美國現在在逼烏克蘭 一步一步都要逼他和談 本來就是要他2024年要和談 那當時為了他的總統呢 要選舉 那普利現在選連任呢 那最新的呢 是按照烏克蘭的憲法 如果一個國家處於戰爭時期的時候 總統不用改選 所以Zelensky就繼續做下去了 那這個法律 就使得他繼續做總統 那就是可以和談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如果他要競選 他怎麼和談呢 他就完了 他就會垮他呀 因為他把話講得那麼滿啊 那他們要的和談是什麼 他也不是要和談說 這塊地是我的 那塊地是我的 他們非常prodigal 美國其實Richard Haas 那個Consul of our Relations的人 在2023年的4月 美國做所有的事情都想了很久 他們看法就是今年 然後烏克蘭的時候沒有想到有以色列 把戰爭打到最高峰 把所有武器都給他 得到最高的勝利的時刻 冬天過後立即談判 所以4月的時候他就已經去了一趟基辅 然後他就在1995 又透過一些關係 透過美國前中心局局長 不 現任的中心局長 是前俄羅斯的大使 Richard Haas 這位Consul of our Relations的理事長呢 就跟幾個專家一起 後來回來 就在今年的五月就發百篇文章 我就看到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大家 對於國際發生的事情都看不到 我們現在很多國際新聞 比以前好多了 數量大很多 可是有一半都垃圾這樣子 所以我也覺得很悲傷 那當時就已經有這個 Consul of our Relations有這篇文章 那Consul of our Relations 你們可能不知道這個機構只有5000個人 他被認為美國的最大的外交金 美國總統很重要的外交政策 都從這裡出來 所以他委託他 我們稱呼一下Track 2 就是政府之外的第二軌道 然後他去談判這個事 當時他就畫出一個 烏克蘭的和平路線圖 就不用談判領土屬於誰 承認現狀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停火協議 他們稱這個叫做Korea Model 就是韓國模式 現在北韓認為南韓是他的 連那個李英埃都是他的國民 聽懂了啊 然後呢 南韓認為北韓是他的 所以金春機也是他們的這樣 所以荒謬的不是只有我們現在的憲法 這個韓國的協議也很荒謬 可是有一個so practical的事情就是什麼 停火協議 然後38度板門店就停火 那你說什麼我說什麼不用談了 分居就這樣不用吵 It's very wise 然後呢 接著全世界覺得說 可能台灣還沒有南海危險 所以最近有四個地方都可能爆發戰爭 第一個是Gaza 第二個是烏克蘭 下一個 可能南海比台灣還要危險 但是因為台灣 還是很危險 所以到底台灣為不危險 美國也不給我們答案 那為什麼南海突然超越了台灣呢 我看了半天也沒邏輯啊 後來我看到了一個邏輯 因為他原來覺得台灣很危險 因為他想要台積電搬去他們家 搬完了以後台灣的危險度就降低了 你懂我意思嗎 不是因為中國不要打台灣 其實台灣比起去年 台灣比起前年都危險 可是說台灣很危險的是去年是最高峰 今年就沒什麼人說台灣危險了 然後馬上這個11月15號 習近平先生 然後拜登兩個人 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見面 開高峰會 已經敲好議題就是 把台灣議題放一邊不討論 省得大家傷感情 然後要談一個方向 那我現在來給大家幾個 這樣的概念 我把它很快地講完 但是我剛剛說的就是讓大家知道 我們遺忘這個戰爭太遠了 對吧 是不是這樣 所以總覺得這一定是假的吧 你不覺得你在電視上看那個 報導Gaza的戰爭 很像看那個《越戰列路人》 看以前的任何戰爭影片 好像它不是實實 它不真實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殺的人 為什麼你沒有看到它殺人呢 因為以色列那種炸法 一分鐘炸一百多個火箭 那個火箭它像流星一樣這樣下來 在Gaza是多大 全加薩走廊就是2.7個台北市 北加薩就是差不多接近台北市 加薩市就是一個大安區 我問你 你在大安區炸成那個樣子 炸30分鐘 還有一個建築物可以挺得住嗎 它還炸兩次 為什麼要炸那麼多次呢 不是恨 它的那個炸彈呢 那個火箭呢 是可以穿到穿越地層 然後就啪 塌陷下來 就比地震還嚴重 因為哈馬斯呢 它全部都是挖在地下隧道 所以它一攤陷之後呢 你就出不來 你就在裡面 你是沒有空氣死了 你到底有事 你有沒有水 你到底有事 食物沒有吃 死在裡面更好 and then hostage 人池呢 沒有人再提了 現在我們呢 已經變成一個相信戰爭的 我發現台灣 我們的政府居然支持以色列 那從利益來講 很簡單 我們台灣是美國的狗 所以美國做什麼 我們就要說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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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不要侮辱狗啊 狗適合總統 比我們的總統還適合做總統 OK 也不只是我們的總統 我不是誣蔑哪個特定人 他適合做全世界 每一個國家的總統 你去找一個 那個叫什麼 鬥犬啊 叫Budog那個 可能都好過 川普 他頂多咬人 他不會偷錢啊 然後呢 你去找一個 Husky來做總統 在美國 你找Husky做總統 他會像Budan發動那麼多戰爭嗎 他不會啊 所以 Dog is the best president OK 好 那現在這家計選總統 他沒有一個屬狗的 所以算了這樣 我有研究過 侯尹大我一歲 柯文哲小我一歲 賴清德小我一歲 這兩個人都屬豬 侯尹屬狗的話 上面是屬雞對不對 所以沒有一個屬狗的這樣 那郭台銘如果參選 他是屬老虎這樣 OK 所以沒有一個屬狗的 那我們遺忘了戰爭的可怕 越來越相信 你要透過戰爭 可以得到你的justice 對不對 可以得到你的正義 這種話 越來越穿進我們的腦袋 那像我是讀歷史的人 而且我又夠老 經過了越戰的過程 我還記得戰爭 還記得一些事情 道理你們的歲月 已經忘光了 然後呢 在這個情況裡頭 我一看以色列 當然呢 因為大家都還不用工嘛 也不看國際新聞 有一半是垃圾啊 事實上 10月7號 恐攻 哈馬是恐攻 以色列那場音樂記 非常殘忍 然後7月8月 以色列屠殺 加薩走廊 總共死了快要3000個人 殘不殘忍 好 我先告訴你 然後以色列總共從2007年 什麼叫哈馬斯 它不是ISIS這種恐怖組織 哈馬斯是這個區域加薩走廊 它是巴勒斯坦人 所擁有的最後一塊土地 大家把事情搞清楚啊 西奈半島在烈日戰爭的時候 巴勒斯坦人就 如果還住那裡 也是被殖民的 因為它是以色列控制的 West Bank 越旦河西岸 他們就不斷地被以色列人 囤懇囤懇囤懇 那裡有一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所成立的後來的自治政府 現在叫權力機構叫阿巴斯 它根本沒有統治權 為什麼 那整個地方都是被以色列控制住的 都是它的軍隊 所以呢最近 大家只注意說它怎麼殺加薩 沒有注意到它在這裡 它逮捕了一千多個人 然後它殺死了三百多個人 什麼理由 它跟10月7號音樂集有關嗎 沒有關啊 而哈馬斯是什麼 哈馬斯現在所在的加薩走廊 是原來我們所看到的在地圖裡頭 有這麼大一塊 從西奈半島到約旦河西岸 到以色列這塊國土 到嘎嘎走廊 全部加起來這塊土地 上面住的人叫做巴勒斯坦人 1947年11月以色列復國 1948年趕走了他們 那時候稱之為叫大災難 就一兩百萬人失去了他的家園 因為以色列要成立國家 他沒有土地啊 他沒有土地怎麼辦 那就搶啊 然後聯合國就給他 那給的他是誰的 不是聯合國自己的 也不是美國的 所以我聽到有一個人講話 那個人我就不講他的名字了 他以前講的話我都不贊成 他講那句話我覺得很對 他說美國跟英國這麼同情猶太人 這麼以色列復國 為什麼把他們家一塊土地給他 巴哈瓦也給他好了 結果給了巴勒斯坦 然後那個地方呢 當以色列復國的那一天 就產生了70萬的代名 第二天就變成100萬 為什麼 因為本來聯合國劃分的是 東耶路撒冷跟西耶路撒冷 用一個鐵絲網隔開來 有一半是巴勒斯坦人的 有一半是以色列人的 然後呢 英國那時候破產了 軍隊劃完了 弄一個鐵絲網 他就走了 然後第二天呢 以色列人就比較強 因為他們有軍火 有海外的資源 就立刻把那個鐵絲網退倒 然後就佔領人家的土地 然後就隔一段時間 就變成總共佔領了 總共出現了100萬個難民 然後後來就一堆一堆難民出來 那個難民因為數太大 太短的時間 他被稱之為叫1948年 巴勒斯坦人的大災難 我問你們大家 倒過來一個故事 如果突然有 原住民好了 你的祖先沒搶來原住民土地啊 說實話 有沒有 還回去可以吧 要不要還人家 乾杯還 你買的房子是你的嗎 這不好意思是你的祖先 用不要來的房子搶來的 這樣對吧 好 國際法庭判定 你的家 你一輩子花的錢 你爸媽辛苦一輩子 你祖父母的 通通都不是 根本叫萬省來的 你就是佔領人家原住民 通通都趕走 足夠還給這個原住民 這個歷史的正義恢復啊 沒有辦法用這種方式 以色列人認為 這兩千年前是我家 那我不好意思 我告訴你原住民 我們現在住的地方 一千年前都是他家 你把我還給他 好了 那我們就割讓好了 割讓他們說 你們喜歡哪裡啊 他說台北之前 那我又割讓 台北市跟西北市好了 反正你們講台北市是天龍谷 你們也不太喜歡 那割讓給他好了 那全台北市的人 新計劃去他們都住了 所有的人都沒有房子了 都趕走了 你覺得這個叫做justice嗎 這就是以色列建國的過程 好 那整個建國的過程裡頭 當然他的背景是 猶太人 納粹的屠殺 接著有一個猶太復國主義 叫tianism 他從19世紀末期就很重要 可是沒有人理他 因為知道希特勒開始屠殺 然後在英國進行了遊說 為什麼是英國 因為巴勒斯坦這塊土地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英法密約 英法密約那次搞了太多事情了 所以我們最近聽到的災難 都是那一次英法密約給搞出來的 他們就把這一大塊 黎巴南就分給了法國 所以叫小巴黎 然後巴勒斯坦這塊就分給了英國 然後當時怎麼畫法呢 敘利亞呢就分給了法國 可是敘利亞的北方就有石油 所以那個北方呢 就再把它切出去一塊 再加伊朗再切過來一塊 就搞了一個國家在伊拉克 那塊的又給了英國 這是英法密約 所以你們所看到的阿拉伯斯坦 那些宗派互相殺過來殺過去 然後一個國家裡頭兩個宗派 然後互相仇恨 我告訴你就是英國人跟法國人 這兩個混蛋搞出來的 故意的 他就讓這些國家一直互相殺 一直互相殺 And I can control you 這樣子 所以他們最怕接受穆斯林的難民 Because they remember 因為他們會認得這些歷史 會記得這些歷史 所以我有的時候也很痛苦 我看到這個雙子星大廈被炸 裡頭我有一個朋友死在裡面 他那麼無辜 我也掉了眼淚 然後呢 如果你有了解這些西方的國家 還有波斯灣戰爭 還有所有前面的很多過程當中 或者是英國 你知道在英國這個地鐵車站 還有很多時刻 發生恐怖攻擊 我們都這樣稱 巴黎發生Paris Attack 我常精神上覺得我是巴黎人 可是那一刻我也很 也很 腦袋也很混亂 你知道嗎 就是你是一種混亂 你知道殺人是不對的 這個是牛洛島大臣最有名的一句話 可是 你以前殺人為什麼就不算了 那你知道他們以前殺的人多少人呢 我們現在一個二二八一萬人 兩萬人 大家就是幾年都說叫歷史正義 他們當時在這個地方殺的人都是百萬人起跳的 然後現在這些阿拉伯人呢 有了石油 他們很多人也受了比較高穩的教育 你們不要忘記 在十一世紀之前 尤其是第七世紀到十一世紀的時候 阿拉伯是全世界最富強的國家 我們稱之為叫阿拉伯的盛世 所以會有一個教叫做回教 為什麼 因為穆罕默德覺得我們這群人 阿拉伯人 我們需要自己的宗教 所以他是全世界第二個宗教 他所管理的這個地方呢 當時阿拉伯人所統治的土地呢 已經有天主教徒 有東正教徒 有基督徒 還有印度教徒 他就說 我們就是你的第二個宗教 你的上帝就是我的第二上帝 不過 如果你對我的上帝跟宗教 污蔑之 我必以聖戰還暴之 就後面那個不過只剩下後面那個 只剩下後面那個不過 你的宗教之 我的宗教不見了 所以我告訴你 了解人性 你一定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人性最多的是恨 最少的是善 人性很容易走向戰爭 因為人性多的是恨 少的是善 所以當你在演講台上 Martin Luther King 他在講 I have a dream 他會感動很多人 可是呢 那是一個太了不起的演說家 而現在呢 隨便一個小丑 Donald Trump這個小丑 那個小丑 Ted Cruz 什麼什麼幾個小丑 隨便講 恨的語言出來 你也會被他煽動 因為你內心中都有恨 這是每個國家 每個民族 你都可以找到恨 在這個情況裡頭 戰爭太容易發生了 如果你不是對戰爭 有足夠的警覺性 那以台灣的利益來說 反正我們就美國的 不要講狗 我們換一個名稱 我們是美國的 玩偶好了 Snoopy OK 好 所以美國說什麼 我們就說什麼 可是美國的央者呢 美國年輕一輩 並不是這麼支持 這一次的以色列 對Gaza的轟炸 在Colombia是鬧得最兇的 然後接著呢 從我們台灣自己真正的處境 我們是巴勒斯坦人 現在呢 巴勒斯坦在加薩那塊土地呢 上頭的人 將來要怎麼辦 美國的中東 來了兩個特使 這個叫國務卿 Blinken 我突然覺得 怎麼現在所有的政壇的人 都是演技很差的戲子這樣子 OK 就是說演員沒關係 騙子也沒關係 你可以長得好看 我們看連續劇 女主角都要好看嘛 對不對 男主角要好看一點點 對 現在男主角不好看 女主角不好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這戲裡頭的戲要演得夠好 他可以騙了你 到後來你才發現真相 所以問題是說 他現在只能夠騙 搞不清楚狀況的白痴 大多數的人只要搞清楚 就一眼看穿 他的演技是騙的 這是世界的一個悲慘 這個美國呢 它就如此 剛開始的時候 你們都看到台灣那些垃圾 國際新聞了 不好意思啊 我實在沒有必要這樣 批評我的同業 他們不是故意的 因為他們用的是 美國有限電視網 CNN的新聞 然後有限電視網 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他們有些程度很好的主持人 像Anderson Cooper 像Zacharia 可是觀眾呢 觀眾的水平 就要美女 就要幾個 所以他們就隨便亂講了這樣 OK 然後他們就美國政府說什麼 他們就沒有能力分辨 就跟著說什麼 所以這不是電視台的問題 它是一個commercial 是一個商業機制的問題 好 那回來來講呢 你們記不記得 10月7號是Hamas 我用他們的字也叫恐攻音樂記 很殘忍 然後馬上就有一個消息 說什麼斬首嬰兒 結果後來這消息是假的 有多少人看到更正假的新聞 大家都記得第一個假新聞嘛 對不對 後來這個新聞呢 那些記者就要求 而且一剛開始是半島電視台記者 那半島是卡達出來的阿拉伯人啊 他就要求出示證據 他的身份馬上就被認為說 你們是阿拉伯人 你講的話怎麼算數呢這樣 後來是路透社的那些記者 看不慣 你憑什麼因為他是阿拉伯人 你就不回答他的問題 因為他要求以色列政府出示證據 這很正常吧 就以色列政府出示不出來 最後就說 我們是聽在那個時候 南部的一個軍官說的 他照片給我們看 拿不出來照片 然後後來就說 我們對於這個消息 沒有辦法證實 我們只是聽說 這是以色列政府 正式說的 然後CNN第二天 就更正了這個新聞 我們偉大的台灣的電視台 各國際新聞台 居然就不播這條新聞 為什麼 因為你講斬首嬰兒 有收視率 對不對 然後跟人家說 這消息是錯的 沒有收視率 所以Fact is not important 就是事實不重要 我電視台 我做一個主播 我做一個記者 我做一個主編 我做一個製作人 收視率最重要 我怎麼樣 污衊別人沒關係 收視率最重要 說穿了就是記者 電視台 個人 所有東西的人的集體利益 這樣的一個商業機制 就是進入到媒體環境裡頭 是很悲哀的事情 然後這就是台灣 美國現在 我們現在變成美國的領導先鋒 美國什麼事都慢慢在學我們了 這樣子 我覺得很好笑 然後呢 在這些戰爭的過程當中 我在想說 我們台灣是巴勒斯坦人 因為現在 巴勒斯坦人在Gaza那裡 將來 以色列要佔領一年 怎麼可能佔領一年 他只有一個大安區 再大一點點而已 炸成那個樣子 他為什麼需要佔領一年 他根本不需要打一年啊 他打兩個月就全部殺光了這樣啊 他要長期佔領這裡 一年 他永久消滅哈馬斯 可是哈馬斯 我剛才是特別想跟他提 他所統治的這個Gaza Strip 是整塊所有巴勒斯坦人 運用到土地裡頭 最後一小塊留給巴勒斯坦人 他們選出來的政府 咦 這是一個重點了 你美國人不是告訴我 西方你不是告訴我說 民主政治很重要嗎 可是他選出來的政府 你不滿意 就不對了 就叫恐怖組織了 是這樣這樣 是這樣才算嗎 美國還幹了一件事情 在埃及 現在埃及的總統 我常被笑 他名字跟我一樣 叫Sisi 叫Arsisi OK 然後呢 他是軍人 他把原來叫Morsi 民選總統 就是阿拉伯之村之後 的民選總統 軍事政變 把他從總統府直接 執政機抓走 把他處死 然後他是穆斯林兄弟會的 這些穆斯林兄弟會的 這一群人呢 他們跟哈馬斯裡頭 跟Gaza跟巴勒斯坦人的關係很深 所以美國不允許他們 變成埃及的總統 雖然他是民選的 而且把他處死 然後穆斯林兄弟會 很多人呢 都被抓去法庭 在被抓去法庭的過程當中呢 還沒到法庭 就被殺死了 請問你這個國家 如果叫中國 美國會怎麼報導 But this is all American drama 這是美國跟埃及的軍方合作出來的 所以 我了解美國的好 我了解美國的惡 可是我們台灣社會的人 只知道美國的好 不知道美國的惡 而且更糟的是不照鏡子 不照鏡子是黃種人 OK 那我們現在的戰爭是怎麼來的 從1950年韓戰開始一直到現在 1949年到現在 就有台海危機不是嗎 就要解放台灣不是嗎 那為什麼 最近突然變成一個大事 已經那麼久了 為什麼 是因為習近平嗎 習近平上台也蠻久了 對不對 2012年就上台了 他上台了11年了 他最近得了精神疾病嗎 他為什麼最近 跑出台海危機這幾個字眼呢 其實這個東西 這個珍娜 從來不是從北京傳出來的 他都是從華府釋放出來的 因為他有他的政治目的 然後呢他們就說 台灣跟烏克蘭是不一樣的 我待會兒會講 他們跟烏克蘭還要危險 將來烏克蘭可以通過波蘭給他武器 他們旁邊通過都是孤島 台灣是不是危險 台灣這個危險那個危險 尤其台灣有個台積電 所以我前一陣子抱著病 我就刻意去德國的代表 還有很多奧地利代表 總共十幾個人 我去演講 我還朗誦一首詩 這首詩的最後兩句話 就請不要因為戰爭 才來到這裡 因為你們所看到的街和巷 它都是我們所成長的愛 不管它是否在破碎中 不管它走向何方 我說你們來台灣 我這從年初到現在 去年選舉之後一直到現在 我大概已經 或是選舉之前吧 我大概已經 連我在生病被叫去 不得不見面 而且都是很重要的人 像什麼 JP Morgan的董事長 他們從來以前不來台灣的 後來都來台灣 而且一定是24小時 雪峰來雪峰走 坐私人飛機 來幹嘛 第一 瞭解台海危機 第二 瞭解TSMC 我就說對所有的全世界的人來說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命運 未來不是你們關心的重點 你們關心的重點是 TSMC會不會落到中共的手中 Our lives are so meaningless But TSMC is so meaningful 如果我是這個國家總統 我就抱住TSMC 我就抱住他 你懂我意思嗎 抱住他你就必須要捍衛我 你把他送給美國去 你不是自己就完了嗎 好 我們來開始今天幾個很重要的題目 我把它很快講完 我們離戰爭很遠嗎 美國覺得我們很近 美國有一個法例叫做Foreign Aid 就是說你不要錢 很多人搞不清楚 我們的軍購分成 一種叫我們花錢買的 另外一種是軍援的 現在美國給我們是不要錢的 Military Aid 英文是軍援是不要錢的 然後呢 在這一次的美國對外軍援法案裡頭 列了三筆預算 第一筆預算是給以色列 of course 第二筆是給烏克蘭 第三筆上面寫Anti-China 括號台灣 所以就是他認為三個戰爭 看到了沒有 原外法案 所以我們以前 我在當立委是20年前 我每次跟那個駐美代表 我很佩服他 他也是很straight forward 很直接 我一坐下來 第一句話 因為我是那時候是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第一句話就是飛帶飛帶 第二句話就是牛肉牛肉牛肉 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看到你們在炒那個美國豬 我說不要炒 美國叫我們吃什麼豬什麼牛 哪天叫你吃什麼白羊麵要吃 沒有什麼好啰嗦 OK好 然後美國眾議院呢 就在三個原外法案裡頭 通過了對以色列的援助法案 143億 然後呢 烏克蘭和台灣的援助被否決掉 然後226票對196票通過對以色列的軍援案 那為什麼會有反對票不是反對給以色列 因為他把他綁住美國整個現在國稅局 他的預算的消減就是赤字的消減 然後他的理由就是美國的憲法對赤字是有規定的 可是你一再違反 這constitution is very important 就是Johnson講的話 然後呢 所以呢 整個共和黨都支持 只有兩個人跑票 大部分的民主黨反對 卻有12個人倒戈 而這個法案把以色列的援助 削減國稅局的開支綁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 對烏克蘭跟台灣的軍事援助 沒有通過 不給你了 所以烏克蘭是打到一半沒錢 我們是還沒打就沒有錢了 你知道吧 好 為什麼美國現在就要軍援台灣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美國政府呢 在2023年8月30號 首度依照外國軍事融資 英文叫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計畫 批准給台灣第一筆 是價值8000萬美元的對台軍備援助 就是不要錢的 然後他本來這次有3.45億 這次 沒了 但是3.45億不要有帥了 我告訴你們不可惜 他給你的不是很好的玩具 他給我們都是什麼 都是那些以前打ISIS 剩下來的 那種巷戰用的 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背在身上的火箭 共軍已經登陸了台灣 之前還進了布雷到台灣來 布雷來台灣的時候 還是我們政府缺乏的 那種什麼時候用得上 是中共登陸了台灣 在海灘旁邊 然後呢那個布雷呢 就是像卡車一樣重量的車子 它就會被炸開來 所以現在能用嗎 不行啊 會炸到我們自己啊 那開戰的時候開始鋪 來得及來不及 我不知道啊 那我的好朋友朱英漢 往生之前寫的最後V 他就大罵說台灣政府怎麼可以去買這個武器 然後他就很生氣 他沒有任何人講話 他就很憤怒 然後他就從來 他那時候已經生命很脆弱 他從來面臨這麼憤怒 因為他是一個翩翩君子 他跟我不一樣啊 他是一個不發怒的人 所以不發怒的人會死得快 要常常把自己情緒發現出來啊 他就很生氣打電話給他 認為他的好朋友叫馬英九 就說你一定要反正這件事情 馬英九也就辦了一個研討會 後來他的追思會呢 是我主持的 我還在穿這件衣服去主持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那時候得了半血症 醫生說我只有5%的存活率 我就給我活下來了 所以可見野羅王沒有看上我 謝謝他 可是我為什麼敢答應呢 因為我知道 我虧欠朱英漢很多 這個話簡單 就是說我是他的好朋友 可是呢 人生就有這種命運 他對我最後求援的事情 是很簡單的 是以我的所了解的醫療 是很快可以幫他忙 說不定他就不會走 可是偏偏那個時候 我就得了半血症 那我看他的 都看不清楚 然後我發射到40.3度 在這個狀況裡頭 我根本人就沒有 就看來等到我腦袋清楚 他看就說 這個好簡單 因為他呢 不相信吸 然後他睡不著覺 他問我手臂有沒有藥 我要給他就好了 然後他身上呢 跟我一樣十幾公斤的水 你們不要看我現在像水桶一樣 我搞不好身材還是S型的 只是加了很多水 灌水的 OK好 然後他呢 身上也很多水 那很簡單啊 我就請特別護士去幫他打針 因為我身邊就有白蛋白 那就可以救他 可是我就是沒有能力在那個時刻 去幫忙一個朋友 因為我自己病到 昏掉了這樣 不知道怎麼過日子 我怎麼熬過來 我都忘記了 但是後來他們的基金會打電話給我說 我那天他的追思會 你可以主持嗎 我沒有告訴他我病成這樣 我說可以 因為我就覺得我一定可以過來 然後呢 我那時候吃的那是全熱最強的抗生素 然後簡直是不成人形 然後身上到處都是那種濃泡 然後就穿著衣服可以遮來遮去這樣子 然後後面都是帶中泡枕 我就站著三個小時 我的好朋友呢 有幾個聖志仁幾個人都很知道 我那時候生大兵 因為他們都給我送不同的 什麼軍品飯店的魚啊幹嘛 因為我什麼都不能吃 只能吃米湯加一點點魚 什麼東西都不能吃 所以他們常常給我送菜 他看我站在那裡主持 覺得不可思議 然後覺得我都不做 主辦那邊也準備椅子做 我說怎麼做 我背後全部都帶中泡枕 你做了就站不起來了 而且很痛啊 我就撐過了這三小時 他就為了這個布雷 氣成這個樣子 他為這個國家憤怒到這個地步 有價值嗎 我問大家 他有價值嗎 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等布雷真的進到台灣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發出任何一個聲音 包括在他的喪禮裡頭 我不講人了 承諾說他多麼感動 朱雲翰最後寫了這篇文章 然後呢 以他所擁有的影響力 一定要阻止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政客的話 就是狗放著屁 這樣子 我實在太生氣了 請原諒我 我告訴你啊 這是一個特權了 我今年已經65歲 但我是沒有去領老人證的 OK 但是老女人有個好處 年輕的時候都被性別綁住 你們男生給你講髒話 我們都不行 講髒話就要這個女的沒教養 我現在超越你 我現在是跨性別 我剛好去上那個跨性別廁所 所以我可以講髒話了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裡頭 美國 一部以色列的內容有什麼 你們看 那個 我們都沒有了 烏克蘭也沒 台灣還沒打仗就沒了 MQ-9A五人機 搬用步兵武器 小口徑彈藥 人員防護裝具 戰力防護器材 訓練以反裝甲 飛彈與偵搜監控系統等 這是什麼 這是現在正在發生的 為了要打地面戰爭 因為它是隧道 他已經把它炸垮了 然後他派出六個五人機 我們台灣又跟著CNN寫新聞說 這六架五人機呀 是為了要救人質 救個鬼 人質只有放了四個 還有240個 他已經把那個人質一定是放在隧道裡頭 都攤垮掉了 他說那個無人機 那個無人機是什麼 是MIT做出來的 他是白天晚上都可以夜市 好好穿透地底下 所以他等於是把那個圖都拍出來 都給以色列的IDF 他們的國防部 就變成可以擁有所有說 哪裡有人 或是幹什麼的 然後到時候的打法是什麼 我找到這是隧道的入口 我說所有的最可怕的火藥 從頭打進去 那個整個像火龍一樣 全部都燒一燒 燒完了有屍體嗎 沒有只有骨灰這樣子 好 然後所以呢 這裡頭 五人機 搬用的布兵 武器 小口徑的彈藥 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它那個彈藥他們怎麼打呢 你知道什麼叫2000噸的火藥嗎 他就把2000噸的彈藥去砸 一個最大的難民營 結果死了195個人 我如果忘記數字 我不負責任的 因為我現在可以出示一聲證明 我腦部被攻擊了 但我叫他死了100多個人 這樣子OK 然後理由是什麼 他們說有一個 哈馬斯的一個高級軍官在裡面 我要請大家注意戰爭法 國際戰爭規則裡頭 他已經殺死了11月7號 以色列在這一次對加薩 開始轟炸之前 他已經殺死了10月7號 他所稱的恐攻那一次的指揮官 已經被他殺死了 接著他也殺死了 哈馬斯的第二號人物 也殺死了 他現在到底要殺多少人 他才要算啊 我們看紐倫堡大審 或是東京審判好了 你抓的都是納粹的領袖 頭子 指揮官 然後集中營裡頭的最主要的負責人 你會把全納粹黨黨員 全部都殺死關起來嗎 你會把當時投票給納粹黨的 所有的選民都殺光嗎 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他這個整個現在 他的復仇的範圍 完全超過國際法可以容許的範圍 所以連聯合國在當地的人道工作人員 我今天改記者的稿子 昨天他寫89人 今天變99人 我就改給上百人 就是這樣 因為一直在增加 我講的不是什麼人 我講的都是像五國界組織這些人 是這種人道組織的人 聯合國說這一次的GASA 是他們援助全世界所有的戰爭以來 單次戰爭死亡人數最多的 對戰爭還沒有完 OK 然後 Bloomberg呢 關於台灣 那個時候 習近平跟拜登 到了2024年的3月 美國改口了 說台海危機 我上次演講講過 他們本來說 馬上幾個月到一年之內 就會有台海戰爭 2027年就會有台海戰爭 結果到今年2023年的3月 全部都改口 在參眾議院的 intelligence hearing 就是情報委員會裡頭都說了 說說比較多次 所以我講比較快 他們就是說 中國現在不會打台灣 然後是和平統一辦案 只有他們覺得和平統一辦案 沒有希望的時候 他們才會考慮 用非和平的 或是無力的方式 解決台灣問題 然後呢 William Burris本來是說 很快就會打台灣 或是2027年會打台灣的 在去年年底講說 多嚴重多嚴重的 這位中情局局長 他現在是美國外交界裡頭 最主要的commander 最主要的指揮官 不是國務卿 Blinken 為什麼 因為他最資深 他是30多年的外交官 是之前駐俄羅斯的大使 還有參與伊朗核子協議 所以你就要了解 美國現在是把情報 跟外交合在一起處理 然後他現在人也在中東 他在那一次的hearing之後 接受發問 他說 他說 中國十年內不會打台灣 從幾個月到一年 到2027 怎麼十年不打 可是十年後會越來越危險 別人問我說 你對這句話的評語是什麼 我說十年後我死了 跟我沒關係 然後呢 大家的關係變好了 馬上 整個 cabinet 就是整個內閣全改 第一個跳出來是 Janny Allen 就是他們的財政部長 前聯準會的主席 葉倫 美中經濟不脫鉤 這不是廢話嗎 說美中經濟脫鉤的最主要的 是商務部長雷蒙多 還有台灣後裔的 美國首席談判代表戴琪 他們說這句話 純粹叫做 political language 為什麼 我跟你們講完 你就會同意我的話 你去沃馬看 連沃馬的工人都知道 這是做不到 因為沃馬裡頭80%的東西 都made in China 要怎麼脫鉤啊 脫鉤美國人 他連止尿布的褲子都沒有了 這樣子 你美國也沒有內褲穿 也沒有內衣穿 你短時間裡頭 很多東西通通都沒有 怎麼脫鉤法 所以美中經濟不脫鉤 叫做常識 美中經濟要脫鉤 這叫做沒常識 可是沒常識 可是沒常識 就是他的商務部長 跟台灣覺得 是我們的驕傲的戴琪 講出來的話 為什麼 因為要符合政治正確 當時就是要來講 然後結果等到他們說 都不打台灣了 他們到底是達成了什麼協議 得到了什麼好處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我想可能是因為 TSMC已經搬去台灣了 所以沒有必要強調台灣的危險 所以那個時候呢 習近平跟巴仁的關係 就開始迅速的改善 一直到現在 然後本來要給台灣的F16戰鬥機 就延到2024之後 Bloomer就寫了一個 他把它延後有更深層的政治意義 他騙我們台灣說 他們那個供應鏈啊 因為COVID 供應鏈不足 器材不足 所以F16要晚一點送給我們 這聽起來 跟現在那個侯可佩的詐騙差不多 我這樣子 OK好 我看你們不笑 就要講台灣的政治給你們聽 好 我們為什麼越來越相信戰爭 我告訴你們 這裡頭呢 台灣真正的危險 根本不是我們那個什麼布雷啊 買那個什麼 或者是軍員的那些東西 那都不會是中國要打台灣的模式 台灣最弱的 連美國的外交委員會的 參議院的主席 他來看了台灣 他馬上就說了 最弱的國家安全是什麼 能源 Energy 所以最可能的是什麼 中國如果打台灣 是blockade 而在上一次 四月份 今年蔡英文總統 到美國去見了 當時已經是 還是美國的議長 現在已經被罷免了 那個McCarthy的時候 在雷根圖書館 中國對台灣人進行的軍事演習 那通常我們對於這種軍事演習 我們的instinct feeling 是我們的直覺 就覺得中國人這個可惡的混蛋 來對我軍事演習 我要支持我的國家 支持我的政府 可是我看到CNN的主持人 也是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 Zakaria 他的學生很豐富 這種人就是有腦袋 這種人就是有腦袋 往往我們的直覺 對於複雜的國際政治 是錯的 他就說 他認為 美國讓兩個議長 從Nancy Pelosi 和 McCarthy 都跟台灣的總統見面 或是來訪問台灣 給了中國最好的 實彈軍事演習的機會 It's benefit China 讓他知道說 如果我要將來打台灣 我該怎麼打 我用什麼方法打 我這樣子打 可不可以 那樣子打會出什麼事情 每一個軍事演習的目的就是testing 你知道嗎 就好像你的機器 你的車子要test一樣 所以你們做這件事情 剛好給了中國 兩次很好的實際 做一個很好的演習 這個演習就是將來他要打台灣 怎麼打 而第二次的打法是 第二次的演習是所有的人忽略的 因為新聞小 現在你們很糟糕啊 新聞小的認為是小事 可是小事大事不是看新聞 因為新聞 現在是根據收視率 而我們的很多收視率是養豬戶 我們不是歧視養豬戶啊 可是我只是要告訴他們 不會關心國際政治啊 所以 你除非是說 你很在乎這個國家 很在乎這個土地 在乎這個大多數的人 你不會去願意去了解這麼多事情 美國也注意到這個事 所以美國這一次呢 當菲律畢的總統 小馬和斯當選的時候 美國機會來了 你們大家都沒有在看 什麼叫做美中霸權競賽 美中霸權呢 第一個我先定義 這兩個都是脆弱的霸權 美國現在內部一大多的問題 對不對 鬧得一塌糊塗 八點快要落選了 五個關鍵中都輸給了川普 一天到晚 mass shooting 連免疫州都有大規模槍擊案 然後呢 他的國家內部的衝突已經到了 我的美國 MIT的教授來台灣 我說麻煩你選Donald Trump 他說不行 這樣子 那我就跟他說 那我就跟他說 It's better Because if you choose Biden 那 we will have the war in the whole world It's bet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have the civil war 我就跟他立場不同 我不要我們有戰爭 戰爭在你家就好了 這樣子 然後他要來之前 還打電話來問我 後來我碰到Staffer 有一個教授 也來問我說 聽說你們台灣有戰爭 是不是很危險 我說拜託比你們家後衛院安全很多 你們那裡還有大規模槍擊案 我們台灣有什麼危險 我們台灣交通不太守規則 你小心點就好了 OK好 然後呢 美國現在在全世界跟中國兩邊是在幹嘛 他們是在競選的 你以為是台灣在選舉啊 你搞錯了 你沒有選舉權的 今天在台灣選舉呢 你有投票權 可是你沒有選舉權 因為美國安排了很多選舉的各種的角色 所以在菲律賓那場大選呢 是美中全力的下去選 結果中國選輸了 美國選贏了 所以選上了叫少馬可事 不是馬上是選贏了 是美國選贏了 聽懂我意思啊 那上一屆呢 是杜特地就中國選贏了 中國一選贏以後 美國搞了半年什麼南海仲裁全沒了 結果美國這次一定要去搞少馬可事 他選贏了 而今年還有一場選舉呢 是中國選贏了 就是巴西的魯拉他選贏了 然後所以這個巴西現在又剛好是 聯合國的輪值主席 把美國搞慘了這樣 OK好 那台灣呢 更是兩國通通都要競爭 那中國沒有什麼能力來介入台灣的選舉 領導教台商掙個錢給他們喜歡的候選人 美國是有很高的影響力 某某某你的副總統是誰 我告訴你我希望是誰 我在台灣政治看那麼多年選舉 看過美國對中國的選舉 有人跟我說AIT說他們跟中國講話 他們不要進入台灣這裡 我說見鬼了 這種話 我這麼久沒有看過一場選舉 美國的著力這麼深過 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你們以為是你們在投票嗎 你投的是那幾個候選人 可是為什麼是這幾個候選人 It has been determined 那我不再說多 你們自己拿大家去想 為什麼以前美國對台灣只是政策的干預 比如說它不允許民進黨宣布台獨 使它捲入美中戰爭 它不允許民進黨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的種子 那種子很好笑 那個種子裡頭 連外蒙古都是我們的領土 連這個也不准改 OK好 然後呢 它也不允許我們有公投裡頭去 公投別的議題 不可以公投台灣的前途 對吧 都不允許 這是對民進黨 然後對於國民黨呢 它不允許它私下和北京簽和平協議 也就是對兩個政黨 當他們執政的時候 它的限制 它不會干預台灣的總統候選人 是誰 你選誰做副手 你有100%的選擇權 可是我所知道的狀況 It's not the case anymore 已經不是這麼如此了 所以呢 它需要每一個黨 出來的候選人 盡量都是對它有利的 聽懂我意思沒有 OK 然後呢 它希望當選的那個黨 是對它最有利的 你們在聽懂歷史了沒 所以你們現在看藍白河 看藍白河的人請你去查一下 你現在腦部IQ指數是多少 這樣子 好 台灣最催促的是能源政策 那美國怎麼救台灣呢 於是它當小馬是選營以後 它就把一個 一個臨近南海的叫巴拉巴克島 還有一個卡加沿省的海軍基地 距離台灣就是400公里 目的是什麼 控制巴士海峽 為什麼 我們看下一個圖 咦 不見了 好 為什麼 這是我們的國家 這是我們的國家 I really appreciate 我說I admire 不是appreciate I admire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I admire so much 一方面說它要保衛台灣 一方面給我們這種國家 你看我們的國家安全有多脆弱 我們反核嘛 對不對 反核的口號叫什麼 我是人 我反核 所以你不反核就不是人 聽到沒有 所以你們是人的人請 現在舉手 不是人自己現在也可以舉手 OK 一個能源政策口號可以到這個地步 它就導致這個國家沒有能力全方位的思考 這個國家的政策 我也不知道發明這個口號的人 是不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厲害的文青 他是一個混蛋 我也不知道對這種政策主張的人 當時是什麼樣的 因為我不太了解細節 我也不能憑印象報紙 因為我已經不上信報紙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所有的細節過程是什麼 可是我只知道2011年311工程海峽後 全世界都有反核的國家 我們也是 可是你要估量你自己的本事是什麼 你的時間是什麼 你的準備是什麼 你面臨的風險是什麼 例如2014年瑞典 他也綠黨主張反核 都通過了 國會都過了 公民投票都過了 結果俄羅斯有一個潛水艇 出現在瑞典的首都斯德格爾摩的外海 馬上他們認為是重大的國家安全危機 人家多愛他們瑞典 你看他們聲音來得真好 人家多愛他們瑞典 然後呢 連綠黨自己都覺得我們要重新考慮這個事情 於是 他們把核能電廠留下來 可是你要知道瑞典是有50% 是水力發電欸 它的自由發電是這麼強欸 然後他還要核能 因為他就覺得說 我把這個廢掉的話 我到時候就完蛋了 我核子就被俄羅斯給掐住了 他們充滿了國家危機意識 你說瑞典危險還是台灣危險 當然是台灣危險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政策會搞到這個地步 你看到沒有 我們的天然氣佔比 日本是38.81 日本才34.1 日本才34.1 人家是發生工程海嘯的地方啊 然後韓國是28.1 為什麼天然氣在日本跟韓國 日本其實發生工程海嘯這麼低 第一個是貿易逆差之外 是因為LNG我們叫天然氣 它如果不是用地下管直接到這裡 他就要先把它液化 學這個 我到40歲才學會這個道理 他現在把這個氣 這個gas的natural gas 變成液體 所以它就貴很多 就比氣體直接輸進來 比一個瓦斯直接輸進來要貴很多 變成氣體以後放在一艘船 而這個船呢 就是專門運送這個液體的 那大家在運送這個液體的時刻呢 颱風不能走 大風大浪不能走 也不能靠岸 也不能卸貨 所以它過程當中充滿了 自然環境災害的風險 所以你不可以對一個能源的依賴這麼高 尤其是對natural gas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 那現在大家都提高的原因 還是因為 global warming 就是全球暖化 煤炭燒得少 在過去呢 台灣政府李登輝時代 或是賈英國時代的時候 台灣的能源政策呢 是正常人做的政策 因為蔣英國覺得他隨時都會被中國給 講假話 他覺得他們隨時都會被中國給殺 所以他們整天都有很強的國家危機意識 所以我看他比較反共 我們現在政府不太反共這樣 他呢 他的政策是什麼 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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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不可以超過20% 就是我煤炭他有主存大概時間 那時候量也沒有 現在大 那他可以主存一兩個月 煤炭不可以超過20% 核能不可以超過20% 那時候我們水力發電還佔10%左右 然後天然氣不可以超過20% 它就讓每個每項能源 它的最高比例不可以超過20% 石油也不行 為什麼 你一個石油危機 國家的經濟就垮掉了 所以你一方面為了經濟 一方面為了國家安全 沒有一個能源可以超過20% 是我們過去的政策 然後我們台灣出現了一個 意識形態型的反核運動 那我不反核 我是反核的 不好意思 我要告訴大家一個真相 我是台灣第一場反核運動的organizer 是在1986年 我快要出國之前 然後是在台電的門口 然後呢 現在那個反核運動的話是我寫的 叫我要孩子 不要核子 When I was 26 OK 那我26歲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是其實就是你承諾堡世界的時候 但是當你對很多問題越來越了解 你說好 你可以反對核能 那你怎麼樣 你拿10年來反對 然後把舊的慢慢淘汰 新的你覺得有問題的 找專家來評論 我請問你們 我們的核四有請過專家來評論嗎 有沒有專家 有沒有專家來評估說核四很危險 有沒有專家來評估核一是安全的 核一根本不能發電了 有沒有人來評估核二核三是好的 我們根本連我們關的是好的還是壞的 然後留下來是好的壞都不知道 就蒙著眼睛就做了公共政策 那這個是核能的問題 那沒辦法怎麼辦呢 就想蓋很多煤炭火力發電廠 所以就在林口那裡搞了一個 林口三個煤炭火力發電廠 跑出一個什麼清潔的煤 說這種公然的謊言 又說什麼沒有污染的煤電廠 我氣死了只好派我們的記者去 要去橫濱訪問 後來覺得連去都不用 為什麼 因為橫濱的官網上面 你們自己上去看 橫濱的官網上面就寫說 他們不會消減PM2.5 也不會減少 pollution 可是是提高效率 就是說你同樣的煤炭 假設100噸它可以燒100度的電 它用它這個橫濱的火力發電廠 可以燒出150度的電 缺點是你一開始就要燒到600度以上 所以它使用的煤炭可能是1.3倍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 可以使煤炭用的少一點 可是沒有跟pollution關係 所以最好笑是日本還沒有用 它都是輸往東南亞跟我們 結果搞了半天台灣買最多 然後接著本來要去深澳 深澳的人就抗爭 然後後來就變成天然氣 天然氣比例高到38.81這樣 就這麼高 然後呢 這不是最可怕的事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的LNG 這個船是很危險的 它什麼狀況 它沒有來會怎麼樣 這麼高 下一個數字 我們真的有感覺 有中共要打我們嗎 我們的天然氣 台灣的存量是11天 日本36天 韓國30天 台灣有準備面對戰爭嗎 有或沒有 台灣的總統有準備面對 如果中國封鎖巴士海峽 然後天然氣都進不來 台灣完全一片黑暗斷電 然後逼迫我們投降 我們台灣的總統有在乎國家安全嗎 有或沒有 我們台灣現在在從政的人 有哪一個人說這句話 請告訴我 現在要選舉的人 誰說了這個話 Who cares 有哪一個人在乎 這一件事情的國家安全 中國美國的外交委員會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們 一來台灣一看 他就講了這個問題 然後這些人住了半天 當了行政長 當了這個長 當了那個長 馬路亂七八糟的 連這個也搞不清楚 這樣子 台灣只有11天 你說沒關係 我們政府正很認真的努力 結果呢 2027年 只有14天 好啦 你們都聽過 說習近平第三任到第四任 就2027年 他要打台灣 我們是不是有臥底的人 我們的政府跟總統跟所有的人 是不是中共臥底的啊 我想不是 他覺得那是下屆總統的事 正如他回答李遠哲的話 因為李遠哲去問他說 全球講話很重要 你一定要做什麼 拜跟他講對 他就說 那是下一代的事 我告訴你 這是下任總統的事 可是現在在進行的下任總統 Who cares this 這是我們的 National security 是你們大家的命啊 我的意思就是我活不過兩三年 可是我活過來了 我不知道我可以活多久 這是你們的未來 我已經在我家 裝了一個不斷電系統 你知道嗎 我都有危機意識 你們這些人活得白白痴痴的這樣 你活到 好啦 中國對台灣呢 其實不會是你們想像的 傳統的 像以色列打Gaza 因為台灣對中國來講 台灣不是Gaza 就是中國不是以色列 台灣不是Gaza 他認為我們是中國人 他呢 將來是要統治台灣 他是要統一台灣 他不是要摧毀台灣 他不是要消滅哈馬斯 他要消滅巴斯坦人 要把我們種族滅絕 他不是的 所以他對台灣使用的 如果不是和平統一 而是非和平手段 他不會是Gaza式的 甚至不會是烏克蘭摩式 他最可能就是這種封鎖式的 這是大多數人 同意的一個答案 然後呢 所以戰爭跟封鎖 是封鎖 機會高於戰爭 然後封鎖哪裡 就是巴士海峽 然後接著 他封鎖需要影響到日本跟韓國嗎 人家都存三十幾天 他封鎖一個禮拜我們就垮了 所以我看到美國Rand Corporation 一個報告 報告說那是美國五角大廈委託的 所以我就很認真地看 他說 他說 台海戰爭 台灣要單獨支撐 九十天 美國跟日本跟其他國家 才來得及援助台灣 我真的想罵 髒話 我九天都撐不了還九十天這樣 我不是看不起台灣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準備 Am I right? 我們除了喊口號 台灣人了不起 我們不接受中國統一 我們不接受中國統治我們 我們不接受這種獨裁統治 我們不接受威權體制 我們的國家是我們的國家 我除了會講這些話之外 我們做了什麼準備 請告訴我 喊了多少年 你看我喊得多順暢 見鬼 我從二十歲喊到現在 我也不要喊了這樣子 OK好 然後呢 美國內部現在 對中國來講 什麼時候是他打條的最好時機 絕對不是什麼 有些人講什麼 第三任第四任 我認為這種想法 就是too simple 太簡單了 當然這是判斷 我不應該這樣批評人 可是我認為它簡單到 令我不能接受 比如說你說我從七十歲 變成七十五歲 我就會殺人嗎 沒有這回事嘛 對不對 你總要有一個理由嘛 那他說他從 因為打台灣付出的代價很大 他打台灣 他可能要考慮 他跟美國衝突 他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或者他單獨打台灣 像烏克蘭模式 他要被swift制裁 他所有的美元資產 全部都被凍結 他對外的所有的貿易 通通都被制裁 那對中國來講 今天中國也是一個脆弱的強制 我剛剛講的 我忘了講中國 中國根本他的房地產 都快倒了 他的經濟一塌糊塗 他年輕人失業率 可能是高達30% 16歲到24歲的人 可能每三個人裡頭 就有一個人沒有工作 這樣的一個國家 他還想要來打台灣 他在自殺嗎 那個人是瘋子嗎 瘋子是可能的 就像希特勒是個瘋子 你就把他逼到絕路的時候 他就變成瘋子 什麼絕路 就是中國經濟很差 所以很討厭中國的人 看中國經濟很差 就覺得很高興 我就說笨蛋 他的經濟好一點 我們就可以活 他經濟不行了 我們就會有問題 然後呢 你來看一下 對中國來講 我的答案反而不一樣 我認為他只在乎一件事情 如何統治台灣 不是摧毀台灣之外 我不跟美國直接衝突 所以What is the best timing 絕對不是習近平第三任到第四任 是美國真的亂 而那個出現的 尤其是美國出現的那個總統 甚至不是美國亂 就是美國出現了新孤立主義的總統 他不喜歡干預海外失誤 你認為這些事情很遠嗎 It's happening right 因為川普現在贏了拜登 五個關鍵州都贏了 他多少個官司他照贏了 而且就在這一段時間 拜登瘋狂地支持以色列的過程當中 共和黨是絕對支持以色列 跟民主黨不一樣 很多人是反戰的 老一輩有反戰者 年輕一輩的有左派的人 他們怎麼可能接受 以色列這種對Gasa的殺法 他們是有人道主義的 所以巴登對以色列的瘋狂支持 他失去的選票就是民主黨選民的選票 所以他最近趕快搞墮胎權 所以美國今年選舉 明年選舉最大的議題是墮胎 這個國家也很偉大 他是World Order 是世界秩序的制定者 然後在管墮胎 但是對中國來說 當然美國的內部政治是混亂的 然後呢 美國新的總統又是一個不喜歡干預國際事務 這沒有什麼稀奇 美國干預國際事務是杜魯門開始的 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然後我認為他的結束點 就是從Afghanistan撤軍 2021年8月30號 它是一個historical 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 從那個時候開始 美國就不會輕易的參與對外的戰爭 所以你注意啊 第一個 雖然以色列不需要美國幫他打仗 台灣需要 可是呢 不管是以色列 烏克蘭 烏克蘭是需要美國幫他打仗的 他自己是不能打仗的 他是不夠打仗的 所以他打了半天都打不到什麼成果出來 台灣更需要美國幫忙打仗 可是美國的模式已經慢慢成形 就是提供武器 軍事援助 經濟援助 經濟制裁 swift制裁 然後 不參戰 自己不派他的軍隊參戰 然後他在以色列部分呢 就是他把所有的 兩艘航空母艦 跟很重要的一些軍隊無人機都在那裡 他目的是什麼 防止戰事擴大 然後跟黎巴嫩談 然後跟伊朗私下交易 跟約旦 跟沙特阿拉伯 就叫他們 不要去支持這場戰爭 不要把戰事擴大 這戰事就是在Gaza 然後來討論 這場戰後 以色列斯蘭永久佔領 他說不行 然後 他就說 可能要成立一個 當地一個 聯合國托管的 或是阿拉伯人共同管的 或是把 根本沒有權力的阿巴斯 又拿到Gaza來 然後阿巴斯聚集 他說那就是一個大災難 他本來讓他們說搬到 Warsbank 搬到約旦河西岸去 他說這是一個大災難 就跟1948年一樣 他說那你去那裡 去那裡 是什麼意思啊 以色列的軍隊 造成駐軍在那個地方 所以以色列是不走了 所以美國的整個現在的 整個全世界處理的模式 你要看它在慢慢承襲 像比如說韓戰 是美國第一個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所建立的它的國際戰略 第一個 在當時1941年年底 日本攻打珍珠港 那個神經病去打 所以神經病是在歷史上 會出現的 會改變歷史 日本當時全國就是饥荒 然後戰爭打了一塌糊塗 然後在整個東南亞 死了很多人 於是就有一群人就說 我們去打珍珠港 然後大家都覺得 東京的有知之士 都覺得你去打就完了 可是日本人瘋了 於是瘋子就佔了上風 然後有知之士就沉默 就去打了珍珠港 美國才宣戰 要不然美國根本不要參戰的 美國是一個不參戰的國家 一直到1941年年底 那個傻日本 瘋狂日本人 去打了珍珠港之後 可是After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 韓戰他打不打 毛澤東說杜鲁門是紙老虎 因為他以前是個裁縫 他們看不起他 你知道杜鲁門以前是裁縫嗎 然後呢 他是靠3K黨選上參議員的 就是一點都不出色的一個人 那羅斯福選他 只是覺得說他自己的票 希望第四任的時候可以多一點 結果他才剛當選 不到一年就死掉了這樣子 OK 不到幾月就死了 然後呢所以呢 杜鲁門就突然當上了總統 所以羅斯福死的時候是第四任 第一年 前一個月吧 然後大家打開報紙看 因為羅斯福已經像爸爸一樣 陪著美國人走過大小條約 經過二次世界大戰 他說什麼 羅斯福死了 美國人講了幾句話 第二句話說 什麼 杜鲁門當上我們的總統了 那隔壁那個鞋匠也可以來做我們美國總統啊 所以杜鲁門這聲最重要的就證明我不是鞋匠 我們是擦皮鞋的 所以你看起來很軟弱的人很危險 看起來很強的人 反而沒那麼危險 你看拜登就知道 你以為他是個溫和主義者 你看他這麼好戰 你看不出來吧 在他上台這些誰都沒想到他是這麼好戰的一個人 鼓動了烏克蘭戰爭 然後呢 他在每個地方到處點火 所以川普罵他 你看他做總統 第三次世界大戰都快發生了 我當選了第二天 就結束烏克蘭戰爭 我當選以後 根本就不會有台海戰爭 我當然選川普啊 請你們大家拜託朋友去選川普 然後我剛才談了兩種台海戰爭模式 一個是全面摧毀性的 這是不可能 Blockade這個可能性是最高的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美國有的參戰 美國參戰就是世界大戰 這是兩個核子武器的國家 那中國的核子武器目前呢 是500枚 我年初查350 現在已經500枚 所以他造的很快 他們預估到2030年 他會有1000枚 而且都是超高易速導彈 這是比較高階的核武 同樣是核武也是比較高階的 美國大概有5000出枚 這個不是比枚啊 就是三倍就打死你了 哪能需要5000 要1000這樣 OK 所以這兩個核武國家會不會打仗 我們根據對冷戰時期的嘗試 機率很低 第二個 中國有個小老弟叫朝鮮 你認為如果美國跟他要打仗 他會自己一個人打嗎 他叫朝鮮老弟 咱們一起來吧 然後朝鮮就打日本打韓國 他是不會打韓國 因為韓國人很愛韓國 所以他一定是先打小日本這樣 從韓國人角度來看 所以他先打日本 然後再打關島 然後呢 美國就變成 就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那美國就要求印度 你要不要參戰 印度最賊了 他不會參加這樣 OK 因為他參加巴基斯坦也參加 大家打成一團 全部都核子戰爭 這裡全部都毀光了這樣 所以這個scenario發生的機率幾乎是零 所以美國要來參戰 跟中國面臨核子戰爭 這機率太小 很少人去問說為什麼 八點第一時間就說 戰場只可以在烏克蘭 不可以到NATO其他國家 那法將 念法律系的法將 我的學弟跟學長們 因為我法律系 畢業證書還在台大法律系辦公室 這我上學院長知道 我去他那裡教課 我從講個題外話 其實很講看 我現在老的要吹牛一下 以前不太會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就覺得 我反正學校都用混 然後呢 我就想試試看 如果我都沒有畢業證書 我可不可以這輩子就這麼過去了 證明我不需要台大的文憑 所以我就沒有去拿畢業證書 那台大法律自己是法律嘛 法律應該保護自己的權益 就法律系的教授不會保護出去 他也沒寫說 本單位如果你超過十年 不負保管制責任 他也沒寫啊對不對 然後法律又不受及希望 他現在寫來不及了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都沒有拿 沒有拿以後呢 我就一路一直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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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到2014還哪一年啊 上學院長記得 我去他們台大財經事所教課 他居然來跟我要台大畢業證書 我說見鬼了 你自己去你的辦公室哪 這樣做 我這一輩子工作 不管我以前在律師事務所 或者是我在中國時報當副看主編 或者我出國去 因為出國你只要成績單 誰需要畢業證書 然後你從國外再 我在那個公共電視台上班 從國外再回來 回來做這個工作做那個 不管做什麼工作 哪怕我去東海教課去逢假座講座教書 去假座道學 沒有一個人跟我要 台大的畢業證書 只有台大跟我要 你說台大稀不稀奇啊 趁機罵一下我的母校 可見我們台大 不應該這樣罵 我要改口 我現在老的要慈悲一點 可見我們台大的老師 好善良 然後呢 講到這個東西就是說 法將就會認為說 為什麼戰爭不可以在 烏克蘭以外 因為北約組織 美國跟他們有合約 如果呢 有默契 如果你打到北約組織國家 美國就必須參戰 那就變成世界大戰 所以是這樣 其實不是 最重要是什麼 美國密約跟俄羅斯 我把戰場就放到烏克蘭 我提供給他的武器 也不讓他打到你 莫斯科境內 交換條件 你不可以動用核子武器 這就是密約 所以你要了解 現在每個戰爭裡頭 第一個考量都是什麼 Nuclear power 就是核子武器這樣 就是 不是核子電廠 是核子武器 就是核子 Nuclear weapon 這樣子 Nuclear weapon 都是核武 那他對俄羅斯的交易裡頭 最重要就是說 你不可以動用核武 所以我不會參戰 然後我也不允許 他打到你莫斯科來 我給他的武器 讓他沒有能力打到你 所以他派了幾個無人機 以後馬上就被美國警告 就收起來了 在這個情況裡頭 您認為 美國會跟中國 打核子戰爭嗎 何況中國還有一個小老弟 叫朝鮮 朝鮮一打就打到日本去 這捲起來是一個世界上 不得了的一個狀況 OK好 第二種戰爭模式就是 我們單獨面對 然後以及被封鎖 然後我們政府給我們只有11天 202714天 恭喜各位 你們是要活下來的人 好 其次我們要了解 什麼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內涵 很多人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內涵 是統一台灣 台灣的人當然會這樣認為 因為我們是一個 很自我中心的島嶼 全世界的人都很自我中心 美國也很自我中心 然後美國有三分之二的綜藝人 是沒有passport 沒有出國過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全世界都很localism 都是很自己地方主義在思考事情 這是一個共同特色 而這正是世界的危險之處 看不到很多問題這樣 那我們自己本身呢 不太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 台灣的民族主義 會認為我們是anti-China 所以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 就是統一台灣嘛 是不是這樣 都這樣想啊 可是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是 中國民族主義是 我們從鴉片戰爭被打敗以來 這個國家呢 就一直是一個被帝國霸凌 然後割讓殖民地 最終在十九世紀末期 成為全世界最窮的國家之一 然後變成打工仔 連廣東那裡的人都被賣到馬來西亞 變成豬仔 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容 是中國要崛起 所以在奧運那一天 我常常跟很多人講 2008年8月8號奧運那天 白天的儀式裡頭 中國的陸軍踢正步 它是從1940算到2008 他踢這步的步 就這幾步啊 它是從1840講錯了 從1840到2008 所以還踢了一百六十幾步 那它的內容是這樣 那這個意義跟台灣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中國要崛起 是它的核心民族主義 那既然中國要崛起 如果打台灣的代價 會妨害中國崛起 這不符合中國民族主義的 已經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你們懂我的意思啊 OK好 所以打台灣呢 只有在它符合中國的利益情況之下 它才會打 如果它因此使得中國不能崛起 它寧可不要你台灣算了 是不是這樣 這很重要 是你了解你的對手 所以什麼狀況之下 中國會打台灣呢 就瘋子來了 我剛才告訴大家 戰爭都跟瘋子有關 但是這個瘋子底下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對經濟政治分析的infrastructure 我常常跟人家開玩笑說 馬克思先生 他的主義是失敗的 不管在哪裡實踐 通通都經濟破產 可是馬克思主義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社會分析的工具 跟歷史分析的工具 也就是說 所有的問題 你最好從經濟的層面切入 然後了解在這個經濟層面裡頭 出現了什麼政治的現象 然後後來才會有世界的發展 那中國在什麼情況裡頭呢 就是我剛才從前面一直強調的 中國經濟完全失控 它的房地產的問題 地方債務的問題 它真的失去控制 然後全球的經濟 現在看起來這麼多戰爭 以色列這個沒有導致權力有什麼影響 還是人道問題 剛剛是油價大漲 現在又跌跌跌跌跌 但是呢 沙烏地阿拉伯一看 我又減產了 然後又漲起來 所以通膨結束不了 通膨結束不了 消費就會變少 那所有出口型的經濟 包括韓國 日本 台灣 中國跟德國 這些所有出口型的經濟國家 不是美國這種 以自己的內需消費 為主要經濟型態的國家經濟 就會萎縮 那中國的出口不好 它內部的消費也就不會好 它內部的消費也不好 它的房地產只會更糟 它的債務就更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很多人說 你想看中國了 它很厲害 華為手機做出來了 有七難免的晶片了 還有比亞迪的電動車 我說見鬼了 我現在常罵人家髒話 不知道你去什麼大原諒 老了 需要啊 發洩一下 其實見鬼也不算髒話對不對 不算 對不對 對啊 不算 國際長說的 你們以後可以常常講見鬼 OK 這個 這個 華為的手機 跟比亞迪可以支撐這麼大的一個中國 那美國的iPhone跟Tesla 美國不是全世界最強的國家嗎 美國問題一塌糊塗啊 所以這個就是過度的民族驕傲 是promote出來的 你們懂得我意思嗎 台灣有一個台積電可以救台灣的經濟嗎 當然不行啊 好處只有台積電的股東啊 買台積電股票的人啊 台積電裡頭的員工啊 以及他們出來買房子 他們出來消費外衣出來的其他外面的 擠牛奶式的那些消費型的經濟 事實上是一小撮人啊 台灣有沒有貧富差距 當然有啊 我們從1987年 肖恩常代表台灣跟美國 當時對我們叫301報復法案 那個代表呢 我記得他當時很帥 後來很老 我看他變那麼老我好高興 因為他跟我年齡差不多 叫Robert Lighthizer 對不對 他把我們的台幣呢 從1比37 逼著我們升值 在一年之內到1比28 後來27 26 最後變成1比25 他把我害慘了 因為我出國的時候是1986年 我媽給我的是台幣 然後給我媽跟我的關係呢 就是我就給你那麼多錢 結果我就馬上損失了三分之一 全部都是Robert Lighthizer 所以我恨他一生這樣 OK 然後後來呢 他又出現了 在川普時代時候 他變成首席貿易談判代表 他是一個代表鋼鐵業的律師 所以這個人又復活了 我就看他滿頭蒼白的頭髮 他臉看起來很多皺紋 我就很高興 他比我看起來老很多 這樣子 我對他充滿了恨意 這樣子 OK好 那Robert Lighthizer 這個是講完 你可以說從那個時刻開始 台灣其實就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台幣大幅升值以後 你傳統產業就倒光了 所以是誰使得台灣傳統產業倒光 China嗎 台灣的資本家嗎 你認為有資本家在台灣生產得好好的 工廠蓋得好好的 工人訓練得好好的 他默默其妙把工廠關了 跑到大陸去 那多辛苦耶 你知道那時候大陸是什麼狀況 1989年了 1987年到1989年 中國整個通貨膨脹 鬧到可以出現天安門事件 你就知道那時候的經濟有多糟 我在2000年去上海 第一次到中國去 因為我已經離開工作了 就第一次去上海 就別人跟我說 你不要在這裡喝水 我說為什麼 喝這裡水會拉肚子 當然他們後來發展很快 已經不是後來 絕對沒有這個 可是2000年的時候 我覺得你這是歧視中國 喝了三口就真的拉肚子 我說好這樣可以減肥 無所謂的算了 這樣很好 那時候中國呢 連一家奢侈品店都沒有玩 我還住那個以前French Club 就是那個溥儀啊 那時候在結婚跳舞那個French Club 日本人開的花園飯店 然後呢 我很懂得收買人 我在俄羅斯破產的時候 也這樣幹 去中國也這樣幹 一下車就給那個小費 100塊錢人民幣 然後那個人就對我很好 說你等一下 我說是不是 那因為那是一個日本人 在經營的酒店嘛 他就跑進去 然後就去 出來跟我說 我跟他們說 你是跟我們有情人 那一家上市的 所以你就進去那個會台 就那個人 他會給你打七五折 我省下好多錢 這樣子OK 比那100塊錢省多了 從此以後每天都給他100塊 這樣子OK 可是呢 那個時候呢 我就看了上海 到2003年的時候 有一天突然大變天 那我是一個天生就有先天性疾病 現在是無以為繼 所以病成這個樣子 那個時刻我就常常生病 那我一看大變天呢 就是要命不要錢 我知道中國的關稅是33% 如果是海外進口的 我就衝進一家 叫橫隆廣場 是上海第一個奢侈品的商店廣場 我一進去都沒人 只有我一個鬼 所以見鬼的不算罵人話 因為連我都是鬼 然後呢我就進去了 那我就看什麼店都沒有 這個店都沒有 看到Prada就走進去 然後呢就買一件封衣 我又好記得它2003年 到了2005年的時候 那個奢侈店就到處都試 奢侈品店 然後Fendi呢 就在長城直接走fashion show 走服裝 show 它就啪啪啪啪啪啪 直接試著爬起來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說 那個時候1987呢 中國很很很落後 去那裡的人很慘 然後跟地方領導喝酒也恨得很辛苦 可是他們的農民工呢很認真很勤勞 可是搬場是很痛苦的事情 可是逼著我們台灣的傳統產業搬場的 不是別人就是美國 台北大幅升職 那搬場之後呢 台灣就很多人失業 然後失業以後 年輕人就得來北部找工作 然後那些中南部的很多老年人呢 就除了農務的收入 沒有別的收入 因為他的孩子來了台北 付了房租生活所需 他沒有什麼錢可以寄回去 所以我們就稱這個叫做台北新竹走廊 就是台北跟新竹這兩塊這個走廊 這個strip啊 這條路啊 是台灣唯一的 在那個時刻換來的富裕之路 因為當時美國要求我們進口火雞 結果雞農也抗爭 你看多笨 誰要吃火雞 這雞農跟著抗爭什麼 然後還平白無故的幫商場 美白給它丟雞蛋 然後加上就一炮成名 可是當時進口的是火雞 火雞跟雞差很多 我們台灣有個病人吃火雞 然後另外進口 就是你們現在吃的sunkist 然後就搞到520農運 最後結果是什麼 通通都進口了 就是那些農運的時候 去立法院拆牌子 丟汽油彈的人 被抓到警察局的人 都成名了 然後都成了立委了 然後農運就結束了 我們也批評他們的意思 我只是說 其實那一波 所有台灣的社會運動 都是解除戒嚴之後 社會力量的釋放 沒有什麼人 真的在研究農民的痛苦 他們的問題該怎麼解決 我們養雞的人 現在為什麼前一陣子蛋那麼貴 市民的問我 我說因為全世界情流感 他們在罵什麼 我說本來就說台灣就是胡鬧 可是我說台灣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養雞的都是老雞農 年齡太大 他沒有使錢去把他的機設進行改裝 因為你有情流感的時候 你就要變成溫室 然後不會有一隻鳥 一個大便 就所有人都被感染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可是呢 他沒有這個錢 但是做這個事情 他也無力做這個事情 年輕人不可以養雞了 那這個時刻 台糖的角色在哪裡 所以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政府 我覺得沒有 因為我講的話叫做common sense 我也不是什麼農業專家 你就是台糖有多少土地 你就台糖害了多少人 然後也有很多人就是 教那些年輕的農業 一些畢業的人 就在那裡養雞 然後用溫室 使台灣在整個情流感 一直每年每年都會來的時刻 你就保持自己本地一定的產量 那北半球有情流感 你就去南半球買 南半球有情流感 你就在北半球買 可是你自己有一定的生產量 趕快起來 你蛋的問題不是很好解決嗎 我剛剛不是三兩句話 你把話解決 我們當什麼農委會主委 我覺得太笨了 真的是 所以我突然同意一句話 他們說 如果你們不去從事政治 你就會讓比你笨很多的人來關注 我們現在大家就是這種下場 OK 好 那扯到淡去已經扯太遠了 我們反正連這個淡野處理不好 你要叫我們天然氣處理好很困難 但是呢 你們要注意就是說 如果中國的經濟很不好 這個答案未必是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的下一任也可能面臨 拖久了 總共一天會崩潰掉 你們知道中國上一波 天安門世界的時候 他們就是整個通膨脹 然後壓下來 這個問題下港工人都沒有解決 到1994年都很難過 到1998年是好多企業都快要破產 怎麼解決的 加入WTO全部解決掉 就中國經濟突然起來 然後這個問題就解決掉 所以他會拖很多年 It takes years 就很多很多年 所以我們現在看著他在發生 事實上你們是最近才看到 碧桂園新聞 我們是2018年就看到恒大的破產 所以他已經從2018年到2013年 學商學院的 我們的院長在這裡 他知道他可以再扯到 2028年 也可能中國的政策工具 再也撐不下去 然後全世界經濟都沒有復甦 他真的沒有辦法 他可能2028 可能2029 可能2030 可能那個人也不叫習近平 而習近平剛好我們也夠倒楣 一個戰爭發生的時候 常常很多因素共同發生 就習近平剛好是中國最獨裁的 政統治者 他的獨裁不是我在相對民主政治 他的獨裁是什麼 他是一人政府 他身邊的人都是他的親信秘書 我們以前有一個總統 很愛用他的親信 光是這樣就把國政搞得一塌糊塗 他用的身邊的人 政局常委的人 全部通通都是他的親信幕僚 當然他的政局委員 有很多海歸派 能力是很不錯的 可是他們沒有足夠的權力 也不會被授權 也不敢講話 因為權力完全是一個人 然後所以中國40年來最弱的政府 就是現在講錯了 對 那是毛總死掉 反正自從毛總死了以後 中國就好了 我跟你講每次看著牆 就只說這國家機會就來了 所以普蒂如果死了 所以俄羅斯機會可能就來了 一樣 那整個中國現在的問題就是 史上呢 可能從改革開放之後 最弱的政府 面對一個最複雜最困難的 他當然沒有從今天的時代 中國那麼窮 可是他的複雜度就是 他跟全世界的問題扯在一起 而且他成為美國眼中最大的敵人 然後他的年輕人呢 生出來的時候 現在年輕人幾歲 我們現在2023年 他們年輕出生的人 就是什麼人 我們以前說 Baby Boom在美國 就是戰後嬰兒潮 他們是WTO後嬰兒潮 就是看著中國 我剛才講的那樣的中國 這樣起飛的 他根本不能接受這個國家 是懸崖掉下來 他不能接受這樣 所以中國以前的信息率 叫5、6 現在跳到21% 西方軍學家說 我下巴都快要掉下來 怎麼會變成到這個地步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在裁員啊 都在cost down 怎麼可能再hire年輕人呢 不會再找應屆畢業生 所以我剛才用了幾個例子 日本偷襲症狀 跟你說瘋子幹的 美國入侵伊拉克 也是一個笨瘋子 叫做布希幹的 這樣子小布希 然後呢 法國Sakosy 他選舉連任有困難 義大利需要利比亞 低流的就是二氧化流很低 不需要提煉的石油 因為他經濟正面臨歐債危機 然後美國中情局呢 也在發瘋 就合起來 把那個他們很討厭的 Qualafi 因為Qualafi是阿拉伯人 有石油的最主要的人物 就把他給殺了 沒有經過國際審判 違反國際戰爭法 就中情局把資料給民兵 他在哪裡 大家都追殺他 然後再給韓國把他拖出來 他趁著上火火把他打到死 這樣子 沒有civilization 這三個都瘋子幹 第一個是日本 第二是美國 第三個義法 美 所以你不要以為瘋子都來自於 你們以為的聖戰組織錯了 就是來自於這些高尚的國家 那一首詩我們來結束 這場戰爭打輸了 我沒有被逮著 我長一個Gasa的小孩 我越過了邊界 我必須把未來的生活丟在腦後 我沒有未來 我有過名字 但是算了吧 終有一天 我也會成為屍體的數據之一 屍體不需要名字 只需要編號 你們的勝利如今全面 現在我只剩下一個關於我的記錄 我媽媽編織的衣物還在我的身上 她還沒有被子彈穿過 我只是贏了一場幸運的賭局 我不會一直永遠幸運下去 我抱著爸爸留給我的玩具 大會的石塊壓扁了 我撿起壓扁的玩具 對她唱起我們的歌 我們的歌沒有甜美的歌詞 但她有愛 甜美的事情早已和我們無關了 他們稱這是我們的命運 因為我們有個名字 叫巴勒斯坦人 如此沉重的名稱 如此割裂的名稱 需要活著嗎 我出生那一刻 就是死亡之神親吻的孩子 所有的錯都是僥倖 但幸運不會一直跟著我 沒有必要了 我既不需要活的真相 也不需要死的真相 我已經找不到 為我編織一物母親的手臂 我害怕她來生變成沒有手的女人 你們這也是被以色列入侵的嗎 我不知道活的目的是什麼 你們殺戮 全面的殺戮 我無法憎恨 因為這樣我就變成 你們口中的恐怖分子 我們的故事用血寫下了 你們的故事以電影記錄了 有事實也有謊言 你們擁有了世界 我們的歌沒有名字 它不能傳送 所以算了吧 我們都是一出生即被死神親吻過的孩子 我只是想找到母親的手臂 我抱著被壓扁的玩具唱歌 那是我最後的家人 僅有的 這是我看到 Gata第一次轟炸的時刻 以色列轟炸的時刻 有一個孩子 他抱著一個玩具 然後抱到裡頭寫說 他來找他媽媽 後來看到他媽媽是沒有手臂 然後我就寫了這首詩 我把它當成今天的ending 為什麼用Gata做ending呢 我們可能不會這麼悲慘 但是你們要了解戰爭有多悲慘 過去當中國沒有崛起 當美國沒有衰落的時刻 台灣反而是安全的 我們現在被捲入了 國際最大的兩大霸權 而且這兩大霸權都是脆弱的 一個快破產了 一個快要內戰了 他們都很需要用打擊對方 來偽裝自己的Nation State 民族主義 就是我一開始的話題 我們所有現在所面臨的歷史的現象 都跟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 那麼的相似 人們使用Nation State這個概念 來壯大失弱的自己 人們忘記了WAR 戰爭這件事情 可能會給人類帶來什麼樣的傷害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Keyword就是WAR 忘記戰爭的痛苦 第二個Keyword就是Nation State 就是民族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呢 人們知道WAR的痛苦 可是第一個字眼呢 就是Economic Crisis 經濟大蕭條 第二個字眼呢 是什麼 屠殺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各位 戰爭的殘酷 在台灣有的人把他好解話說 你來講說幹嘛 你講給中共聽啊 中共又不是要被殺的人 是我們要被殺啊 我們要了解戰爭殘酷 我當然希望中共的人來聽 可是他不想聽我的話 因為他不需要聽啊 因為他不是要被殺的人啊 那我們對全世界都應該抱以一個相同的道德標準 就是反對戰爭 然後我們自己如果是要被侵略的人 我們要準備好 可是我們有沒有準備好 我剛才給大家資料 我還不要談我們的國防 我們一年的官校可能一千個人都沒有 我們每天在講台灣議事 結果還煩惱美國前國防部長 當美國的總統特使告訴我們的總統說 你們服兵役替代役只有六個月 這樣的國家不能打仗 麻煩你們延長兵役一年 最好是兩年 Even so 其實這樣的戰鬥力也是不足的 然後可能根本沒有那樣的戰爭 就是一場blockade 一場封鎖 然後美國不想管這個事兒 或是美國假裝管一下 跟中國彈劾 要到他要的東西 就是一場交易 但是川普最會做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全部一片漆黑 然後中國就說 你們每一個人 如果你們存著裡頭有300萬人民幣 都可以換300萬台幣 我就可以換300萬人民幣給你 我不知道有什麼方法來討好台灣人 反正呢 對他們來講給錢 遠低於他們真正打仗的 要付出的代價 我想你真的被駭客了 OK 好幾個圖寶都不見了 再往前 再往後 我下一個圖表給你們 這個炸的 你們大家都在電視上可以看到 自己去找 然後這我不說了 剛才我講 Common Crisis and Populism 是民粹主義 就是經濟的危機 跟民粹主義的結合 變成了二次絕大 就是希特勒 然後變成大屠殺 那這裡一首歌 待會兒希望可以播給大家聽 這首歌呢 在一次世界大戰一個士兵寫的 這很好玩 莉莉馬利亞很有名 可是你不知道 莉莉是一個儲娘 她暗戀的 馬利亞是她真正的女朋友 她把它合成一個名字 然後這首歌到二次大戰台紅起來 然後變成德軍 跟法軍這邊所有的人 都共同聽的歌 可見士兵在戰場上 他有多麼的痛苦這樣 然後我不講 咦 又跑掉了 然後我要給大家的一個標題 放一點點就好了 你們聽過嗎 你們聽過嗎 想像你在戰場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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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 It's the song 1975年 那一年 我剛剛 17歲啊 1976年我已經太大 然後是Diana Rose 所唱的歌曲 重點 你們知不知道你們未來 要往哪裡去 這個國家的未來 要往哪裡去 我們不能這樣再活下去了 不了解公共政策 每人就在看瑣碎的新聞 然後不了解 真正threator你 威脅你的生命裡頭 那些你的國家 能不能存續的 天然氣的主存是多少 政策能源 是不是足以保衛這個國家 通通不知道 然後呢 像當時他們搞四大共同 我說我才不要支持你們 把我的朋友都欺光了 他們就是什麼 有一個什麼叫三接 那個天然氣 我說 你到那裡有白金魚 到這裡又有什麼藻礁 到那裡又有什麼 你什麼天然氣主存槽都沒有 事實上台灣決定要反核 要把天然氣變成 38%接近40%的時刻 你就要想辦法在台灣 幹10座以上的天然氣主存槽 這樣對嗎 我們現在只有高雄兩個 還有大台一個 你認為我們的政府 愛我們的人民嗎 你認為我們的總統 愛這個國家嗎 你認為我們所有的 各個在討論台灣前途的人 他真的在乎這件事嗎 還是他只想在美國的國會 大聲地譴責中國 而從來不想花時間 來保衛我們自己的國家 譴責中國解決不了台灣的危機問題 你要紮紮實實地 把這個國家保衛好 軍力 兵力 這是一部分 最可怕的是我剛剛講的 這種能源的問題 可是為什麼你們會縱容一個政府 到這個地步 你們不是民主政治的國家嗎 你們不是一個民選的國家嗎 我們推翻一個威權體制 總統要民選 國會要全面改選 就是希望 我們不是有一群領導者 替我們做決定 結果呢 你們什麼都不想知道 什麼都不想去認真了解 都只想每天看藝人唱歌 然後看藝人說話 看緋聞 看什麼鬼東西的 然後最後呢 我怎麼好像來罵你們的 好 最後呢 如果你們還沒有畢業就學我吧 畢業證書留在台大 再見 我們會分享 文健姐的樂法 今天是更精采的 因為十月的高雄想 他也是沒有辦法接受QA 但是我們的 丁副校長說 有的禮物要送給你 敬 文健 我怎麼沒有 我就是叫你家務出來 我以前是家務長 所以我知道 但是今天呢 特別送文健姐一個 這個台大的禮物 那這是我們 新製成的 我保證 這個就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也是最後一個 這個是 然後那些一百鐘 你紀念的時候 我們也會亮一個 不同的想像 一個是有 台大新娘成分的 那意思就是說 希望務健姐 我們去吸引貴妃營 另外一個是有 我們台大林廠的 這個困難經流 的 經流下的分帐 那所以希望 你們能夠 快快進進去看他 非常多 我知道 本來很興奮 謝謝 謝謝 副校長啊 我聽到男人講 我一定就知道 後面可能是謊言 不過有看到肥皂 我可以謝謝 謝謝文健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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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講話 是對肥皂上的 很多人講的 我自己也灰心 所以後來也沒有花 那麼多時間看政策 但因為我好認真 看政策的時候 我好灰心喔 那時候日語積業 工作到半夜兩點之後 讓我當電話 我們搞出好多好多政策 然後談這個國家 很多問題 然後談這個國家 叫corruption Nobody care Nobody care Nobody care 不管是corruption也沒關係 台灣人比較重要 本省人比較重要 族群意識比較重要 228比較重要 我不能說228不重要 我告訴你們 我是228的家庭的小孩 我告訴你們 我是本省人 可是我主張大和解 所以我起了和解以後 那些罵我的人 就把我爸 他們不知道其實我是雜種 因為我的祖母是日本人 所以是Not only 我是本省人 那我講完這個故事 就是告訴各位 其實一個國家 被民族主義 或是族群主義動員 你就不會看公共政策 這國家的經濟 就不會發展得很好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這個國家面臨 我剛才講 這麼嚴重的國家安全問題 戰爭威脅的時候 你當戰爭來了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國家 原來是這麼脆弱 謝謝大家 我又多掌握 謝謝大家 謝謝